第3071章 圣驱传血记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轰 轰隆隆 三人一经踏入 群山便热闹了 一座接一座的崩塌 找死 第一地道圣魔冷亨 攻向了行天 一掌打得战神吐血 巅峰境的地道圣魔 猛的没话说 地道的战礼 是绝对碾压战神行天的 不过 战神可不硬拼 拖住便好 必斩你 第二地道圣魔爆赫 席卷滔天魔杀 队上的那地荒 看其猙獰的神态 与地荒该是战过一场 该是老对手 而且 还被地荒虐了 先前辱不行 今日也一样 地荒弹道 手中无兵武器 只一双金拳 打得圣魔频频跌血 若战神行天不够看 那他就另当别论了 正道的荒谷圣体 狠吊的 跑 拿跑 夜尘冷亨 多种禁法齐开 如秋风扫落夜 在大战开启的前两个瞬间 便拿下了六尊大城圣魔 此刻正一路压着第三地道圣魔打 轰 碰 轰 浩瀚的群山 阴地道大战 顿的遭殃 寂灭的光运 无限蔓延四海八荒 所过之处 山月炸毁 连电闪雷鸣的天 都只欲崩塌下来 多见毁灭的异象 染着圣体圣魔的血 也迎着末日的光辉 六尊大城圣魔 皆被镇压 三对三的阵容 崩天灭地 可得见 除战神外 叶尘与地荒接战上风 特别是叶尘 为捉地道圣魔 已是玩命了 硬顶着骤印 强开了多种竞法 只攻不守 力求把第三地道圣魔 一路打成残废 如此 才容易封印 杀 给无杀 生死不论 如此大动静 想惹来其他至尊都难 四方赫生皆如雷阵 滚滚磨煞中 卷着一尊尊至尊 却不见地道圣魔 基本都在疗伤中 给我进来吧 叶尘大骂 将圣魔近乎打得爆灭 方才站稳脚跟 便被他一掌镇压 又是上万道封印 封得第三圣魔地 动弹不得 被扔入了大顶 为此 叶尘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浑身是血 多处圣谷暴露 不知 是被圣魔伤的 还是被骤印伤的 不在巅峰状态 谁难受谁知道 再来 叶尘冷亨 拎着轮回仙棍 直奔第二圣魔地 力求在外遇至尊杀来前 将这祸解决 至于那尊巅峰圣魔地 他是不敢想了 短时间是拿不下的 不但拿不下 还会被杀来的外遇 至尊围困在这 然 扯淡的是年年有 今日特别多 他方才杀代 还未等开弓 乾坤便逆乱了 包括他 包括地荒和行天 也包括那两尊地道圣魔 皆被卷向个方 连率先杀到的两尊恶魔天地 也撞了个板板整整 连一句话都没说 便被卷走了 哄 碰 哄 不多久 便闻轰隆声 东南西北街友 是夜晨他们 都落地了 扯淡 碎石纷飞中 夜晨摇晃地吻了身形 一声大骂后 便喷了鲜血 该死 外遇至尊更火大 人都杀到了 会是一场完美的围杀 偏偏 乾坤混乱 偏偏 连天地级都无法抗拒 主书的鸭子 都飞走了 太古路是由你遭 能否控制乾坤 夜晨施法 顿入了晨空间 又以原神传音天庭女帝 所不到 天庭女帝轻语 如此技术活 还得真正的女帝才行 夜晨未言语 当即盘膜 圣魔咒印 着实恶心 若在巅峰状态 也不至于这般的狼狈 每逢此时 都免不了付费 颇想到女帝那问问 能不能把我咒印破了 不能 这会是女帝的回家 良苦用心啊 找 给无找 不久后 外遇至尊杀盗 领头的足十几尊天帝 一个个立在浩渺苍穹 俯瞰着天帝 一寸寸的找寻 奈何永恒鲜光 注定无果 如此 三日赫声不绝 夜晨 藏得严严实实 地荒和行天也不冒头 就等对方落单 至第十日 夜晨才开眸 脸色略显苍白 受伤不轻 但战绩卓注 捉了两尊地道圣魔 十尊大成圣魔 夜晨不客气 强势吞灭 因圣魔的力量 他之圣体本源 又精脆不少 也因十二尊圣魔被灭 冥冥中又有神力加之 与先前一样 虽寻不见 却感知得到 而这一次 还多了一丝异样的神力 血迹力量 哎呀 龙爷一声扎唬 跑出了混沌顶 揣了俩手 绕着夜晨转起了圈 血迹的力量 他还是认得的 夜晨不语 内视着体内 一丝血迹力量 御本源中长阳 虽很渺小 却能清晰地望见 两久不曾消散 伺在他体内生了根 发了牙 就说嘛 吞地道圣魔 可不止加持本源那般简单 龙爷沉吟道 眸光是雪亮的 有一丝血迹力量 残存在夜晨的体内 这便是一个好兆头 若吞更多的圣魔 或许有更多的造化 有意思 夜晨抬手 射出了那一丝血迹力量 黏在纸尖 仔细打量 是血迹无疑 而且 还迎着永恒的光 四隐若现 夜晨唏嘘 又看天庭女帝 她家的媳妇 还真疼她 有血迹力量残存 必定是女帝 施了某种神通 用圣区来积攒 血迹的力量 如她所想 的确是女帝暗中帮忙 非常时期 非常手段 接续太古路 耗费神力太多 须血迹献戒助战 已将夜晨的圣区 当作了容器 前提是 能吞更多的圣魔 夜晨笑着 又将那一丝血迹力量 放回了本源中 终究是外力 龙爷轻轻捋着胡须 叨叨咕咕没完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在研究血迹力量 积攒血迹力量 与随意开血迹献戒 两者是有本质不同的 若能真正掌控 才是真的逆天神卦 可惜 她至今未悟透 嗡 嗡龙龙 说话间 混沌顶末的一声嗡龙 准确说 是有某种力量激荡 龙爷侧谋 叨叨也侧谋 透过顶身 能见剑尊的身上 有光辉绽放 极其的璀璨 人才啊 叨叨清难 谋光异议 剑尊在自封中 竟也能悟到 如今光辉闪烁 乃是顿雾的一种外向 那看璀璨的灰光 已多了一丝地气 该是触及了地道屏障 龙爷笑道 对正道成帝这事 他这地之残魂 颇有话语权 若无地道变故 成帝的会是他 地位虽迟到了 但绝不会错过 他会逆天封地 太古路 还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大顶中 醒着的神将们 已远远将剑尊围住 也有不少自封的神将 一个个地被惊醒 话语声不断 不正经的老家伙 已想着 砸给帝尊放点血 这的确是个人才 当年虽错过了 今日也赶上了 叶辰抬手 弹出了一抹金光 护住了剑尊 没办法 顶中的人才推多 可不能让他们 扰了剑尊的误导 至于冲击地境 如今显然不合时宜 至少 得先将外遇至尊肃清 无外界干扰 定能挣到成地 如此 接续太古路的压力 便会减轻不少 多一尊地 便多一丝希望 自见尊那收谋 叶辰又看其他神将 特别关注剑神 和圣皇那帮志强巅峰 遗憾的是 至今都没顿悟的意想 也或者 再沉淀到孕 在外的龙爷 他也随眸看了一眼 可惜啊 龙爷虽惊艳 却无缘地位 包括人王和子萱 也都一样 只因他们 皆是地之残魂 地的烙印压制 终生伴随 注定他们无法正道 除非 人皇 龙帝 和东华女帝 能还他们自由身 龙爷一笑 转身进了混沌顶 叶辰魏宇转身出了沉空间 魏接续太古路 还得积攒血迹力量 其后两日 他无半点收获 女帝曾给他指引过方位 他也曾去过 可对方阵容太大 该是学聪明了 学会抱团了 凡有扎堆 至少有三尊 地道及圣魔 第六日 他才有动作 坑死了一尊恶魔天地 所谓坑 自是在太古路尽头 又给人一脚踹下去了 但 不是每次都这般好运 外遇的至尊 也不都是傻子 坑一回两回行 次数多了 都被坑聪明了 除了巅峰进天地 其他外遇至尊 都是组队的溜达 第九日 夜晨到了永恒一空间 盘坐的女帝 曾有一瞬开眸 瞥了一眼夜晨 便又闭眸 你好似不解 夜晨拎了酒壶 坐在了不远处 都等着他出来 杀外遇至尊呢 仅凭他们几个 一旦有战士 必备群殴 那些个至尊 可不会与你单打独占 在诸天各个 都能撑住场面 但在太古路 显然还差些火候 一两个至尊不可怕 怕的是一大堆 一窝蜂的 谁能架得住 极有何用 女帝轻语 并未睁眼 她的状况她最清楚 短时间内是动不了的 九成的圣魔诅咒力量 岂是那般容易复原的 还需一段岁月 夜晨灌了一口酒 看女帝的眼神 不由微眯了一下 此刻的天庭女帝 貌似没想象中那般乐观 她永恒的力量颇是不稳 颇有分离的前兆 这或许 才是女帝避而不出的真正原因 百年内 进阶至大地巅峰 女帝默得一语 夜晨又灌了一口酒 看女帝的眼神 变得有点邪了 你特么也是从大地的领域过来的 一百年内 入大地最巅峰 玩呢 如此 无帮帮你 女帝弹道 终是开了谋 这话 听着贼振奋人心 夜大地的俩眼 也赠光瓦亮了 可是 女帝却是在笑 笑盈盈地看着她 那种笑 很美很扬眼 但落在夜晨眼中 就颇感甚人了 完事儿 女帝便抬了手 完事儿 夜晨便被扔出了永恒空间 不止被扔出去了 其身上遮掩气机的永恒仙光 也被女帝给撤掉了 再不能掩饰她的身形 意思很明显 给老娘出去干架 死活我不管 本章完 第3072章 至尊为杀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你姥姥的 夜晨的大骂 想满太古路 就说嘛 女帝不会平白无故对她笑 每逢对她笑时 基本没好事 旋即 便闻轰隆声 一座巨月被夜晨撞得轰然崩塌 死吧 乱世纷飞中 方才起身的夜晨便遭了绝杀 乃一尊恶魔天地 普通的恶魔帝 毛子皆为赤色 而她的 却是漆黑色 泛着魔性的光 赶制贼霸道 夜晨前脚刚落下 她后脚便到了 一杆绽毛隔着须刺来 长毛萦绕竟计之力 已锁定了夜晨 威力摧枯拉朽 破 地道血光刺目 夜晨被一毛洞穿 还真会见缝插针啊 夜晨冷哼 飞天顿走 迎面便撞上一尊杀来的天魔天地 该是与黑魔恶魔第一块来的 只不过 腿脚稍慢一些 霸绝的一纸 给夜晨胸膛 戳了得血哭了 滚 夜晨金拳紧握 九道八荒归一 挨了一纸 便还了天魔地一拳 这一拳 可比那一纸霸道多了 天地的地区 都被轰得血骨横飞 拿走 黑魔恶魔天地又追至 还是一毛 看似缓慢 实则 快到逆转法则 空间与时间皆是定格的 天地的乾坤 都好似化作永恒 夜晨口中涌血 战毛还未到 可其上的杀鸡 与地道煞气 便已破开了他圣躯 元神都倍感刺痛 那非一般的天地 先天自带两种禁忌法则 这也是第一时间顿走的原因 应战他未必斗得过对方 破 还是地道血光 却非夜晨的血 而是天魔天地的血 在那一瞬间 他失了一天换地 与天魔天地置换了位置 他倒是顿走了 天魔天地就一脸猛逼得惨了 挨了自家人一毛 且是绝杀的一毛 肉身被冻穿 近乎炸毁 元神真身 也遭了重创 也得亏他底蕴足够雄厚 不然 多半已被绝杀 再看夜晨 腿脚到麻溜 一个梦回千古 顿出了这片天地 你走得了 黑魔恶魔天地冷哼 真真大神通 竟能跟上梦回千古 人才 莫说夜晨 连天庭女帝都一瞬开谋 他唏嘘 夜晨则震惊 看样子 外遇的至尊 也并非全是泛泛之辈 如这尊黑魔恶魔 真真出乎意料 他是自夜晨悟透梦回千古以来 第一个能跟上梦到的 嗡 黑魔恶魔帝攻伐又到 两种禁忌法则交织 环绕了乌黑战矛 真有你的 夜晨矛中精芒闪烁 竟未躲闪 任由一矛洞穿圣驱 在同一瞬间 他手中画出了时空剑 一剑斩翻了恶魔天地 乃上第一千自损八百的打法 圣驱被戳出一个血窟窿 恶魔帝身上也多了一道剑痕 杀 生死不论 未等两人落下 便闻四方大鹤 如此大动静 惹来了外遇至尊 望看四方 皆魔杀翻滚 不知多少地杀来 碰 夜晨霍的定身 扭头便走 单打独占他不怕 怕的是群殴 地道 黑魔天 身后 扑恩黑魔恶魔地爆赫 动了禁忌的地法 化落 便见苍天一颤 继而 暗淡的天穷 瞬间黑暗无光 如有黑幕 遮了该有的光明 简直 夜晨不免皱眉 此地道魔法 比他想象中更诡异 身在黑暗之下 瞬间失了方向于法则 三两步踏下 宛若未动一般 没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 你妹的 幻境 夜晨一瞬开眸 破了黑魔天 自他正道以来 还是头盔中幻术 即是第一次 自由奖励 所谓奖励 便是黑魔恶魔地的功法 在夜晨出幻境的瞬间 他的绽毛便已到了 邪有毁天灭地的神威 一毛洞穿了夜晨的头颅 破 那是一朵金色的血花 夜晨一不留神入幻境 也是一不留神 被打爆了头颅 乃至被重创的元神真身 也险些当场扎灭了 古咚 身在混沌顶中的众神将 看得暗自吞口水 自夜晨成帝以来 是头回见夜晨伤的这般惨烈 圣躯上的血洞 还未复原 头颅也没了 好 很好 夜晨忍不住大骂 头颅虽爆灭 可元神与肉身还在 一个飞雷神爵 顿出了那片天穷 随后便抹了轮回印记 以免黑谋恶魔帝凭印记追上 是他小看这尊帝 先天自带两种禁忌 果然不是盖的 不过 他败得不丢人 要知道 他还身负骤印 不在巅峰状态 若无那骤印 黑谋恶魔帝 未必是他对手 至少 不会伤得这般惨重 连头颅都被打灭了 哄 黑谋恶魔帝 一步踏碎灵霄 阴魂不散 颈椎不放 行 老子记住你了 夜沉暗骂 极尽重塑头颅 脸色煞白 空中涌血不断 也不知是被黑谋恶魔帝伤的 还是骤印的缘故 状态极差 胜蛆也在躺血 正是绝境之下 才激发了道德无尽潜力 他又消失了 并非以轮回为印记 而是以道未印记 一个飞雷神爵 顿出了绝杀的范围 连黑谋恶魔帝都不免皱了眉头 只因这次 他未能跟上夜沉的步伐 万分之一瞬 夜沉已到百万里外 上天入地 都无你上路 黑谋恶魔帝满目轻蔑 真正目空一切 再次追杀而来 夜沉不语 已到顿身 来走 前方 已滚滚磨煞 两尊天魔天地 不分先后杀出 一双新红的地眸 眼镜了毁灭 猙獰的面目 比恶鬼更森然 威压毁天灭地 抓我 夜沉一声冷笑 寻了空间节点 轻松避过两地围堵 给无风 迎面 另一尊恶魔天地显化 席卷磨煞血海 淹没了夜沉 好 龙鹰声抗魂 夜沉如蛟龙腾跃而出 嗡 两尊地道 圣魔不分先后杀到 合力寄了一尊晴天魔塔 方才顿出磨煞血海的夜沉 还未等喘息 还未等化人形 便被魔塔收入 看 夜沉思贺 自内朝外 轰出了一个大窟窿 再次顿出 地道 神静 厚道的两尊恶魔天地 皆单手结印 失了地道禁锢 顿走的夜沉 被静得身体一致 地中至尊也够尿性 强行破风 为此 他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被一尊地道 圣魔一剑洞穿 身后天魔天地攻法 一刀灵天 险些将其生批 诡异如恶魔天地 不知失了何种禁法 寄了一条符纹铁链 突入他圣区 差点将他元神拽出来 他倒是斩断了符纹铁链 却因此而被卸了一条手臂 这一切 皆在电光火时间 大楚地诗皇 虽抵运雄厚 可一个照面 险些被众至尊强拆了 滚 夜沉一鹤 震塌了苍穹 强开了八部天龙 震退了众天地 一掌抡翻了地道圣魔 厚道的一尊天魔大帝 被骑一脚 踩成了血泥 又一次 他杀出了包围圈 亡命顿走 追 众外遇天地与地道圣魔 睁明着面目 呼啦啦一片压了过来 哄 轰隆隆 昏暗的太古路 变得极为热闹了 电闪雷鸣 轰声漫天 前方 夜沉再逃 一瞬不停歇 身后 外遇至尊席卷滚滚磨煞 死追不放 一路攻一路打 纵太古路的西方苍苗 一路追到了东方苍穹 阴地道威压太强 各个自带毁灭异象 所过之处 空间寸寸崩塌 一座座的山岳炸毁 你个疯娘妈 没你这样的 夜沉火气不小 一边拖着血灵胜蛆顿走 一边一路安骂 骂得自视天庭女帝 她曾几次顿回永恒一空间 奈何 寻不到方位了 或者说 是女帝已永恒演了一空间 怎么说呢 出了永恒空间 就别想着再回来了 不止如此 连帝荒 行天 红颜和后裔他们 也被她一道 带入了那片永恒一空间 说白了 便是把夜大帝一人留外面了 公报私仇吗 行天看了一眼被追杀的夜沉 又瞟了眼天庭女帝 把她也带入永恒空间 意思很明显 是不想 让他们跑去为夜沉助战 这都没啥的 你把夜沉身上的永恒 鲜光撤掉 这就很过分了 无永恒遮掩 夜沉纵能逃出包围圈 也一样 很容易被寻到 时刻可能被灭 后裔也干咳 见夜沉血灵胜蛆 心惊肉跳 倒是地荒 神色还算平静 很看好自家的后辈 啥个大风大浪没见过 生死之战 才有涅槃的可能 她仿佛知道 女帝的良苦用心 红颜不语 瞥了一眼天庭女帝 这姑娘的眼神 就不怎么和善了 不是你家的 你是真不心疼啊 轰 轰隆隆 众人看时 夜沉又跨过一片虚无 身后磨煞汹涌 足挤十尊天地追杀 还有颇多地道圣魔 再往后 呼啦啦的一片 全是外域大地 那画面 格外的养眼 知道是夜沉在被追杀 不知道的 还以为夜沉 在领着一帮小弟游山玩水呢 因他 整个太古路 嗡嗡晃动 必是夜大地 在大展神威 界明山上的明帝 揣着手望看着苍鸟 一话说得语重心长 莫说他 连道祖也这般认为 遗憾的是 事实不如他们所想 大展神威 没有的事 正被外域至尊满天下的追杀 他这逃亡一路 很好地招式了 何谓双拳难敌四手 随便拎出一个 哪怕是天地巅峰 他都敢去战 奈何对方人太多 也没想着与他单打独占 能群殴的 便坚决不单挑 看了两久 两帝纷纷收谋 揭看人间 有天魔入侵 且是天地及魔柱 插在了玄荒中周 有寂灭光玉蔓延 一座座山岳 一座接着一座的崩塌 不少古城也被夷为平地 东荒女帝顺身显化 一掌打灭了魔柱 而后 他也养了魔 望向了虚无 太古路的动静太大 天明两帝听得见 他自也听得见 某有担忧色 总有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 九娘 叶玲也显化了 脸色惨白 魔柱落下时 他便在中周 遭了可怕的波及 若非他身上 有机宁霜的守护仙光 多半已被碾灭成灰 瑶池温柔一笑 带着他一瞬消失 这一日 珠天星空也不平静 有一场极为浩大的天节 轰 轰隆声中 太多人前往 远远便见一片雷海 漆黑的雷海 雷霆肆虐 毁灭之力蔓延 准地之下 无人可靠近 也无人敢靠近 再看杜结者 正是那白衣的李逍遥 这是他的准地结 所引来的地道法则身 也足够震惊人士 前前后后足有三十尊 虽不及夜灵的多 但也是货真价实的少年帝籍 这人谁啊 从未听过 搞不好 也是一脉影视传承的后代 妥妥的少年帝 珠天 果是人才被出 星空多人影 老辈小辈皆有 立满了心穷 黑压压一片 议论声 此起彼伏 唏嘘 咋舌 疑惑 骇然 惊叹 差一声 平平不断 如烈火战体 九幽魔体 他们也在 身为这场准地结的见证者 他们又一次尴尬 他们这一生 皆是在尴尬中度过的 先是被天谴之体夜凡碾压 又被圣灵之体夜灵碾压 如今 不知又从哪跳出一带妖孽 而且 还看不出是啥血脉 玉女风 潘夕的东荒女帝 曾有一瞬开眸 隔着无尽浩渺 他能望见那场天结 也能见渡截者 已非第一次见他 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总觉在哪见过 却看不出其出处 每逢此时 冥帝的腰板 就挺得贼笔直 那 是他的杰作 足用了一千多年来打造 连东荒女帝都骗过了 钓鱼的盗祖 笑着摇了头 人活得久了 总会自个 给自个找事干 便如冥帝 一千多年不思修道 整日寻思着找乐子 无非就想看理逍遥 把圣体家的小白菜拱了 为此 冥帝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 连他看了都折舌 星空 天结已然落幕 杜结者拖着血灵身躯 一步一摇晃地走了 背影萧瑟 渐行渐远 世人恶然 有些不解 按说 该有一两个老辈来接应的才对 伤得那般重 进屋一人带他走 如此的虚弱 若有心怀不轨者 一见便能将其送入鬼门关 嗯 是个人没人疼的孩子 修为不怎么高的老神棍们 都捋了捋胡须 完事儿 便组队跟了上去 没人疼俺们疼 那可是一代人才 搞不好 能招来做女婿 PS 祝朱天洛西生日快乐 本章完 第3073章 无以忘见你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朱天平静了 可太古路却热闹非凡 叶辰还在被追杀 走哪都有人围追堵截 一次次被围 一次次杀出 绝对小强的命格 咋弄都弄不死 不止他发狂 连外遇至尊也发狂 一个小小大帝 未免太能抗 这么多至尊 没弄死他一个 哄 轰隆隆 太古路的轰隆 一路伴随 一生生 都如地狱来的丧钟 破 顿走中 夜晨又喷血 人还活着不假 状态却极其糟糕 意识都不怎么清晰了 皆因地道杀鸡所致 荒谷圣躯近乎残废 满身血赫 更血骨暴露 递到杀鸡 与那该死的诅咒 还在体内肆意作乱 别等我强过你 夜晨一路骂骂咧咧 颇有一种 把女帝那啥了的冲动 不知何时 轰隆声才烟灭 这场追杀 告一段落了 皆因参战的至尊太多 又将乾坤扰得混乱 上到天地巅峰 下到大成圣魔 无一例外 皆被卷向了个方 该死 又是怒嚎声 如一道道雷霆 响满四海八荒 找 给五找 黑魔恶魔地冷哼 咬牙切齿地 面旁睁獰到了扭曲 手中翁龙的战歌 还有鲜血躺流 金灿灿的 揭叶沉的血 不止一次重创 找 给五找 另一方 一尊三眼的地道圣魔 火气也不小 漆黑的魔煞掩天盖地 气势竟还强过黑魔恶魔地 也是一尊自带禁忌法则的至尊 找 给五找 太古路尽头 一尊紫发的天魔天地 亦是雷霆震怒 来巅峰境天地 逼格满满 也牛逼轰轰 一嗓子 吼得太古路晃荡 论地道威压 竟还压过三眼地道圣魔一筹 她是先天自带三宗禁忌的法则 曾有一瞬 天庭女帝开谋 她看的 便是黑魔恶魔天地 紫发天魔天地 三眼地道圣魔 他们仨 乃这节太古路上 最强的三个至尊 可以这么说 叶沉之所以被打得那般凄惨 她仨功不可没 特别是紫发天魔天地 绝对的可怕 曾一度打的叶沉 近乎生毁神灭 战不过 地荒难难自语 亲眼见证了这场围杀 无论是黑魔恶魔 紫发天魔 亦或三眼圣魔 都非她所能匹敌 外遇的至尊 也分强弱 连她都如此 更莫说行天与后裔了 至于红颜 是的例外 但其心境 也与地荒差不多 纵身体无缺憾 纵单打独占 一样不是那三个至尊的对手 他们太强太可怕 都是小虾面 天亭女帝未言语 可那副神态 却很好地昭示了这句话 她也有资格说 若非融合出问题 不在巅峰状态 外遇至尊感 这般蹦打 破 东方 一座残破的山谷 夜沉无力地趴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咳着鲜血 逃得历劫 也战得历劫 神力都干涸了 若无这场乾坤混乱 她多半已被诛灭 外遇至尊虽不带脑子 但真有可怕的存在 如那黑魔恶魔天地 就足够地吓人 所以说 巅峰境的天地 没一个是好惹的 能与黑魔恶魔天地 其间的 不在少数 比它更吓人的 也不是没有 便如 那尊三眼的地道圣魔 亦是巅峰境 还有那紫发的天魔天地 也是霸天绝地 骚 给无骚 赫声顿起 四面八荒 皆有外遇至尊 该是嗅到了血腥气 夜尘扫了一眼 顺身入梦 不多久 三尊天魔地不分先后赶到 还跟着不少大地集 扫看了天地 便转身离去 来得得亏 不是巅峰天地 不然多半会有察觉 梦境中 夜尘以盘歇而坐 他调动了地道本源 强势磨灭体内的吊杀机 还有骤印溢出的诅咒力量 已被强势镇压 至此 几乎残废的胜区 才得以重塑 你家的媳妇 貌似不怎么疼你啊 小元皇巴在了顶口 唏嘘不已 是眼见着夜尘 被扔出永恒空间的 再避避 踹死你 夜尘火气不小 一边恢复神力 一边骂道 对女帝的举动 着实地弹腾 给他送出来不要紧 彻底永恒 力量也不要紧 险些给他送入鬼门关 那便如把一个受伤的人 扔进了狼群 后果可想而知 这丝也到边缘了 该是已出到地道瓶颈 人亡莫的一语 夜尘侧谋 飘向了混沌顶 人亡口中的这丝 是指剑神 也在自封中 得了某种顿悟 通体绽放光辉 也如贱尊 荣有一丝地气 就说嘛 诸天人才挤挤 才来太古路多久 便先后有两人 触及地道平井 若非寝井不合时宜 必会解封他们 让他们逆天正道 俺啥时能成地来 魁牛揣着手 叽叽歪歪没完 颇想在入太古洪荒前正道 他族的大帝 也在太古洪荒 如此 腰板还能挺直 也会是一族两至尊 奈何 地路坎坷遥远 不是谁都如剑神与剑尊那般逆田 叶尘已收谋 必谋养神 肉身伤痕已愈合 原神上的伤痕才最棘手 倒伤是有的 且涉及禁忌 换作一般的中阶地 早已葬灭了 外界 虚空人影不断 皆外于至尊 虽无永恒遮掩 但也不是谁 都能寻到叶尘的 只要叶尘足够谨慎 找他可不是那般容易 太古路浩瀚无疆 找人如大海捞针 自然 前提是 叶尘老老实实待着 可不能随意出来溜达 九日 悄然而过 至第十日 叶尘才开眸 先前浑浊的眸子 清明不少 可嘴角还在一穴 并非伤势 而是骤印所致 至今 都未想到如何抹灭他 莫夺了 无以忘见你 外界 有话语声传来 乃一尊大臣圣魔 一语响彻天地 叶尘冷笑 未有动作 虎人这等桥段 对他无用 地道圣魔 都未必能察觉他 一个小小大臣 也敢跑着忽悠我 论道横 你不行 论演技 你也差远了 再说了 你一个圣魔的圣战法身 哪来的自信 没错 那尊圣魔是法身 至于本尊 并不在这片天地 顺着某种联系 叶尘能寻到 其本尊所在地 距此地 得有好几百万里远 说到法身 叶尘心念一动 预化出自己的圣战法身 遗憾的是 并未化出 当年 法身入祭坛法镇 葬灭在太古路 自那日起 他便再未化出过法身 为何如此 他至今不明 只知明明有力量 阻了法身 两久 叶尘才起身 以周天遮掩 投磨出了梦境 那一瞬 紫发天魔天地 曾有察觉 但赶来时 叶尘已消失不见 他并非无忧事 外遇至尊在明 他在暗 半日后 他顿入了一片群山 里面有宝贝 还是一个大宝贝 乃地道圣魔 领着仨小弟 正找寻叶尘 谁 叶尘方才落下 便闻地道 圣魔一声利和 感知力还是不错的 你大眼 叶尘突的杀出 当头便是一棍 打爆了圣魔头颅 一个一念永恒 定格时间 带圣魔反应过来 上到封印已铃声 前后只一瞬便被镇压 出阶地的圣魔 远远不够看 剩下的仨小弟 更加不够看 搞偷袭 有种独占 顶中 地道圣魔丝毫 咬牙切齿 毛子心红欲滴血 一句话 给叶尘逗乐了 你家的天地巅峰 偷袭我几回了 一路追杀 老子骂了多少次独占 谁他妈搭理过我 还想忽悠我放了你 小爷脑袋又没进水 啊 惨叫声随后响起 三尊大成圣魔 在哀嚎中 被吞灭成灰 其后的地道圣魔 也未能逃脱被吞的厄运 叶尘病除了魔煞 内饰了本源 先前一丝血迹力量 如今已成一缕 吞圣魔的确能积攒血迹 只要吞得足够多 早晚能开血迹 给我一丝 我研究研究 龙爷传出话语 叶尘俯首 自那一缕中奋出了一丝 送入了混沌顶 他未走 就猫在一座山巅 很快 一尊天魔天地路过 倒是有自信 只有两尊大成圣魔跟随 对天魔地 叶尘没兴趣 但兴趣的是大成圣魔 天魔天地落下了 就落在了叶尘所在的那座山巅 微眯着魔窥看 可笑的是 叶尘就在他身侧 他竟是毫无察觉 也得亏这是在山巅 若在太古路尽头 叶尘一脚早踹上去了 天魔天地收了魔 转身欲离开 然 就在他转身的一瞬 叶尘豁得动了 一掌 镇压了两尊大成圣魔 顺手塞入了混沌顶 一整套的动作 干脆利落 贼麻溜地说 好胆 天魔天地 顺身入苍穹 一掌遮天 凌空盖下 哪来的自信 叶尘冷笑 顺身不见 在现身 已是天魔天地身后 早已刻下到的印记 一道穿梭 施飞雷神 同意顺化出轮回仙剑 一剑 削了天魔地头颅 打不过巅峰天地老子认了 只一针出街 也敢搁这横 你该死 天魔天地怒嚎 飞天顿走 翻手又是一掌 可惜 他一掌又打空 叶尘如影随形 早在其出手的瞬间 便杀至身前 先前一剑斩了他头颅 而这一剑 直接生批了其地区 只剩一道虚幻的元神 天魔天地怕了 转身便顿 奈何 叶尘未给他机会 以混沌掩尸地道天境 封了其元神 走 哥带你去了 叶尘说着 拎起天魔天地的元神 转身消失不见 他走后 由外遇至尊降临 不过 他们来晚了 叶尘早已魅影 一路都未闲着 走哪都会刻到的印记 以免在被围杀时 能以此顿身 吃了一次亏上了两回当 他也学聪明了 对方能跟上梦回千古 未必跟得上他的道 外遇的小崽子们 带上你家的钱 来数你家的人 不多久 便闻一道霸气侧落的话语 传遍了整个太古路 本章完 第三千零七十四章 帝的老本行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叶尘一嗓子 当真惊天地气鬼神 此话 通俗易懂有学问 脑子没进水的 基本都明白 很显然 这是绑票要赎金 还是叶大帝善解人意 整日打打杀杀的多枯燥啊 特别节目才精彩 生怕外遇至尊 不知他的老本行 为此 才精心准备了一场 该死 黑魔恶魔帝怒嚎 拎着他的堂血绽毛 直奔声音原处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三眼地道圣魔冷亨 三只如黑洞的魔 眼尽了毁灭 自太古路的另一端 席卷滔天魔杀而来 如一尊九幽炼狱杀出来的盖世魔神 好 很好 紫发天魔天地面目猙獰 勃然震怒了 一路风雷挂闪电 周身伴有毁灭异象 三种禁忌法则环绕演化 交织着魔性的地道天音 哄 哄咚咚 太古路热闹了 外遇至尊上到天地巅峰 下到大城圣魔 基本都动了 自三个方向 距向太古路尽头 夜晨的话语 便传自那里 可以得见 那是一张张争鸣不堪的面庞 怎么说呢 夜大帝那一句外遇的小崽子们 真真触怒了至尊的威严 就不救人是次要 把那尊小圣体弄死 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无掐指一算 这逼装的还是可以的 顶中的神将 被惊醒不少 多以扒在顶口 与众心肠的 大楚的第十皇者 终是干起了老本行 绑票 他是专业的 这是个技术活 纵观朱天使 貌似没人 比他干得更顺手 而荒谷圣体的一生 绝对是个传奇 没啥是他不敢做的 当年绑圣子圣女 今日才是最霸气 竟绑了一尊天地级 不觉间 老夫又一起了当年 司徒难以语意味深长 那个神情啊 怎一个缅怀了得 来自大楚的人才 基本都如此 年纪大了 总喜欢回忆 回忆那段青葱岁月 无论一起那一段人生 都有一个叫夜晨的人才 打着挣钱的旗号 干着不要脸的事 老了 真老了 谢云捋了捋胡须 口上说的深沉 那俩眼却是赠光瓦亮 把他放在床头 真能辟邪的 不知为何 诸天的神将都来了这么一句 一众老神棍有事没事 总喜扎个堆 每次凑一块 也都会倒出一个人生的哲理 永恒一空间 邢天与后裔 已齐齐扯了嘴角 在他们那个年代 可没这后出类拔萃的人才 还有心情绑飘 看地荒与红颜 就格外淡定了 有关夜大少的传说 红颜耳朵早已听出茧子了 若东荒女帝也在这 也有话语权 曾经也是受害者 交了赎金 还不放人的那个 再说地荒 当年在明界看的就更真切了 圣体一脉 鼠叶尘 最强最惊艳 琴棋书画 坑蒙拐骗 样样精通 天庭女帝未言语 只必谋养神 他这一副神态 很好地昭示了一句话 随便浪 吵死了浪 太古路镜头 竖起了一根铜柱 而天魔天地的元神 便被锁在铜柱上 被符文链条进得动弹不得 至于夜大帝 肯定不在这 他在九千万里外 已躲入了尘空间 绑票要赎金是假 趁乱捞好处是真 外遇的钱给他也没掉用 本尊也不可能去太古路镜头 朝外去看 天地各个腿脚麻溜 但总有跑得慢的 而他的目标 便是那些掉队的 如天魔大帝 恶魔大帝 大成圣魔 若方位与速度都拿捏得精确 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捉了 他看时 两尊天魔大帝已入过这片天地 夜尘眸光闪射 一瞬动大梦无极 强行将两尊的 拖入了梦境 嗯 八百万里外 一尊跨天而过的恶魔天地 莫得定足 瞅了一眼这方 皱着眉看了足三五息 才转身离去 直奔太古路的镜头 都是人才 尘空间中 夜尘看着恶魔天地离去的方向 不免唏嘘了一声 也得窥视普通的天地 若是黑魔恶魔地那等级别的 定会察觉他 所以 他才这般谨慎 耗时是肯定的 但却安全 去看他身侧 两尊被捉的天魔地 正满含恐惧地望着他 都不知哪根啊 便被带入梦境了 带在回现实中 已被夜尘封印镇压了 夜尘话都没说 直接打灭 而后 他便偷摸出了尘空间 这地儿 已然不安全了 三五息后 另一个尘空间 他再次现身 这都事先准备好的 总得给 自个准备些藏匿之地 敌人在明他在暗 这便是他的优势 捉他不是那般容易 搞偷袭 他也是专业的 去看太古路镜头 外遇至尊已杀到不少 九成以上都是天地级和地道圣魔 见了被锁在铜柱上的天地元神 却是不见夜尘 明显是耍着他们玩的 九无 天地元神丝毫 欲挣脱铜柱束缚 却是有心无力 闻言 一尊天魔地盲荒上前 可惜 未等他走到 还在丝毫的天地元神 便暴灭成灰了 乃夜大帝事先布下的静置 开玩笑 捉都捉了 哪还有放走的道理 该死 众天地至尊盾的雷霆震怒 被耍的感觉 真真让人发疯又发狂 外遇的小崽子们 带上你家的钱 来数你家的人 夜尘的话语 真硬实又硬紧 嗓门还是那般响亮 霸气侧漏 必斩你 天地至尊们抱贺 顺身不见 已寻到声音的远处 带杀到 却啥也没找着 外遇的小崽子们 带上你家的钱 来数你家的人 速度 再不来 我可拉回去炖汤了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良心价 同手无期 夜尘话语 平平不断 此起彼伏 大楚的帝师皇 可不是傻子 绝不会本尊献身 至于那一声声话语 皆是事先设下禁止 明明是溜着 外遇至尊来回跑 实则是要把水搅浑 完事儿 他好浑水摸鱼 冰法有云声东击西 很实用的 哄 碰 哄 太古路更显热闹了 夜大队没有一声话语 必有一众外遇至尊杀过去 结果不难预料 人未找着 一个个的都憋了一肚子的火气 跑 拿跑 群山中 一个鸡脚嘎拉 夜尘获得出手 将一尊路过的恶魔帝 和大城圣魔 卷入了尘空间 如石沉大海 其后 便再无丝毫动静 对恶魔帝 夜尘不感兴趣 一掌打面 对大城圣魔 他就格外青睐了 强势吞灭 体内积攒的血迹献戒力量 又增加了不少 照这架势积攒下去 终有一日能开血迹 傻逼 外遇的都傻逼 外界 他的狼嚎声不曾断绝 呼东呼西 此起彼伏 毫无章法可言 先前是明目张胆的要赎金 如今 懒得废话 直接开口大骂 他这波操作 的确骚气 外遇至尊也实在 哪哪有大骂 必第一时间杀过去 万一夜尘真在那呢 人嘛 要有理想 为了弄死那小圣体 多跑几步也值得 给我进来吧 浩渺的沧海上 一尊天魔帝跨天而过 随后便没影了 如似人间蒸发 或者说 是被夜大帝 给捉走了 就喜欢这种落单的 而今日 他运气似乎不错 这尊天魔帝后 他又捉了不少至尊 其中不乏大成圣魔 他所图甚远 以谋足了劲 要将小虾米们肃清 所谓小虾米 便是恶魔大帝 天魔大帝和地道圣魔 接下来 才会挨着个的收拾大鱼 莫怕 很快便好 夜尘笑盈盈的 笑盈盈的 看着捉来的大成圣魔 那种笑格外的圣人 吞天漩涡已浮现 一尊尊大成圣魔被卷入 身体急速的干扁 乌豪的惨叫声 格外凄厉 他无怜悯 强势吞没 一次次加持本源 没有一尊大成圣魔被吞灭 本源便精脆一分 而且 还有另一种神力加持 冥冥中的乘感 已伴着一尊尊大成圣魔被灭 逐渐倾向圣体一面 他这边得意 地荒和红颜那边也得意 加持的神力虽少 却能清楚感受到 再便是血迹献剑的力量 又积攒不少 小子 你可有发现 这血迹献剑 与某种力量很相像 龙爷扒在了顶口 又冒出了头 与永恒之力 大同小异 夜尘拎了酒壶 一边望着外界 一边悠悠道 不要脸的人 也是有智商的 以前他不知 自遇见天庭女帝 便一直琢磨这事 永恒 神力不竭 血迹 不死不灭 这两种力量 显然是有关系的 但也有不同 古天庭女帝的永恒之力 并不纯粹 若非如此 又何须他们相助 去接续太古路 至于血迹 好似没有特定的概念 血迹献戒 他曾开启过很多次 或者说 凡为修饰 皆有开启的可能 并无修为与境界的限制 却有先天与后天之分 譬如那圣魔一脉 在某个界定时间内 能随意进入此状态 有时间的限制 反观永恒力量 那就奥妙多了 还是以女帝为例 不知误了多少禁忌法则 多种禁忌交织 多种法则融合 会激荡出永恒 因修为境界 法则的参悟等等 颇多的局限 大地之下 无人做得到 早已成至尊的她 一样望尘莫及 殊途同归吗 龙爷意味深长地捋着胡须 他开始明白 真正的古天庭女帝 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当年古天庭大战 正应有她 才撑住了场面 一代圣魔有血迹献戒 她则有永恒之力 神力不竭 对不死不灭 那场大战 该是蔑视的一战 无类当年 该是对我有保留 叶晨喃喃自语 无类成奈何桥收集 血迹力量 显然没有想象那般简单 女帝多半也在研究 血迹献戒 无尽的岁月 与永恒相对比 女帝在研究 龙爷在研究 她同样在研究 综合前几次开血迹献戒 她早已得了些许真谛 基本都是绝境之下 开出的可怕潜力 如柳如烟死石 如无泪奈何桥上 如叶凡的葬灭 或极尽愤怒 或极尽绝望 或多或少 都有某些共同点 比起血迹 老夫以为 永恒更靠谱 良久 才闻龙爷言语 将先前拿走的 一丝血迹力量 还了回来 还用你说 叶尘随手接下 血迹有时间限制 永恒却是长存 若真要单打独占 一代圣魔 绝非古天庭女帝的对手 都有神级卦 那要看谁撑得更久 仅看血迹与永恒 以剑高下 打消耗战 血迹不及永恒 你也误了多了禁忌法则 或许可尝试涉足永恒 龙爷悠悠道 这条路一旦走出来 还雨八荒 水雨争风 事实上 叶尘已在尝试了 他摊开了手掌 大拇指营绕时空法则 食指营绕轮回法则 中指营绕时间法则 无名指营绕空间法则 小拇指则营绕乾坤法则 龙爷目视下 他握指成拳 欲以此容法则 愿望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调皮的 握拳的一瞬 几种法则碰撞成混乱 那等毁灭的力量 致使叶尘拳头当场炸灭 还波及了手臂与圣区 手臂绷成血物 圣区也炸毁了半边 血与骨绷满沉空间 尴尬 叶尘甩了甩脑袋 整个人都不好了 没被外遇至尊打残 自个把自个弄残了 这凄惨的一幕 像极了当年他参悟时空时的桥段 还得找到冥冥中的平衡点 想通这一点 叶尘顿绝头大 昔年误时空的时候 不知炸了多少回 那还仅是时间与空间 如今多种法则找平衡 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说 一定意义上来讲 永恒比血迹更难 人之一生 到死或许能开一次血迹献戒 但未必能误出一种禁忌法则 欲出永恒 一种法则远远不够 纵能误出多种法则 也未必能寻到那个平衡点 纵能寻到那个平衡点 也未必能融出永恒 你 自求多福 龙爷一声干咳 又缩回了混沌顶 一句自求多福 饱含了太多深意 想误出永恒 乍一次两次都不够的 得先做好葬灭的准备 谁都不服 就服你 叶尘则唏嘘 望看了苍苗 是对天庭女帝说 能悟出永恒的接盖是狠人 她一路见了这么多人 见证了这么多神话 貌似就属那娘们最惊艳 也难怪她统育的古天庭 能杀得三玉杀鱼而归 本章完 第三千零七十五章 我轻易不骂人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代收谋 夜沉盘歇而坐 望自物永恒 反噬是惨烈的 炸毁的半个圣区 伤口处迎着莫名的光 极净化灭着它之精气 致使伤痕极难愈合 且速度极缓慢 脑残 外遇的都脑残 麻溜的 拿钱来熟人 过期不后 无知耐心 是有限的 沉空间平静 外界却闹腾 夜沉设下的静置 皆藏着话语 这边话方落 另一方又起 一日都未曾断绝 满太古路 都是她的狼猴 啊 外遇至尊的怒吼 也有够霸裂 被拉回溜了几十趟 连夜沉的影子都未瞧见 竟听那货哥那大骂了 不是要赎金吗 你腾妈人哪 有后辈如此 无心甚畏 战神一语深沉 后裔一语唏嘘 两地颇有情调 一人握着一个老烟袋 盘着腿 哥那喷烟土雾 烟雾缭绕中 都如似在修仙 女帝曾有一瞬开眸 斜了一眼行天 瞥了一眼后裔 暗想着 要不把他俩 也扔出溜达溜达 整日都不干正事 竟哥那扯淡了 还是地荒上镜 在盘膝悟导 对夜大帝这波操作 他看得太多了 早已见怪不怪了 去看红颜 更是沉静 还在童话血脉 相比几人 除夜沉外 女帝对她的期望最高 或者说 对她与夜沉的娃 期望最高 也很想知道 俩胜体欲出的血脉 该有多霸道 三日后 夜沉再次出山 他运气还是不错的 总有那么些个天魔大帝 恶魔大帝 大城圣魔 走路不怎么长眼 专往他枪口撞 一尊接着一尊地被拿下 大帝和大城的心境 是惆怅的 有太多次 走着走着 人就没得没了 不是掉坑里了 就是拽坑里了 入了夜大帝的城空间 莫说大帝与大城 天地都不出来的 其后几月 如此现象频频发生 这条太古路上的外域至尊 明显没先前多了 多见地道圣魔 与天地至尊 却已很少见大帝至尊 与大城圣魔 基本都被夜沉捉走了 久而久之 外域至尊被坑聪明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至尊们都不再胡乱冲撞 将这条太古路 划分了疆域 或两尊 或三尊镇守一遇 一寸寸地搜索 谋足劲儿找夜沉 乃至于 夜沉挑衅式的大骂 明显不起作用了 两尊天魔天地 一尊地道圣魔 尘空间中 夜沉拎着轮回剑 已看了足有半个时辰 就盯着不远处 镇守这片疆域的外域至尊 阵容不算小 他一人未必拿得下 而且 那尊地道圣魔 还在血迹献戒状态 说话间 三大至尊落在这片天地 一双双地眸 闪烁着魔性的幽光 窥看着一寸寸乾坤 扫过夜沉所在的尘空间时 三大至尊都定了万分之一瞬 却是未能察觉 又组队奔向了他方 继续找寻 他们走后 夜沉也走了 思来想去 终是放弃了 三五日后 所凝造的一空间 落在了一片沧海 又干起了他监视的勾当 这片疆域也有外域至尊 两尊地道圣魔 一尊恶魔天地 这阵容 比先前那那一队 更加难以对付 看样子 外域的至尊真就学聪明了 除了有限的几人外 绝不独行 落单不要紧 会被那尊小圣体钻空子 他之战力绝对的可怕 看了两久 夜沉才悄悄离去 接下来几月 他逗入幽灵 神出鬼没 在找下手的对象 事实却让他很淡疼 落单的不是没有 但以他此刻状态 绝难在第一时间拿下 还会惹来四方围杀 还是那句话 不怕单挑 就怕群殴 尘空间中 他老实了 无比的安分 要说 一个一念永恒 一个大梦无极 没啥解决不了的 人王与造化神王 扒在了顶口 以唧唧歪歪一路 夜沉拎了酒壶 瞥了眼两人 站着说话不腰疼 真以为外遇的至尊 都是吃干饭的 所谓的地道仙法 也要看对谁用 有时很好用 有时那就是摆设 连孟茴千古都跟得上 可不是酒囊饭带 两人干咳 都未在言语 夜沉随意扔了酒壶 内饰了圣区 这条太古路上的大城镜圣魔 已基本被他肃清 吞了这么多 血迹的力量 也增强了不少 遗憾的是 依旧不够支撑一次血迹献解 不死不灭的力量 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动用的 用在接续太古路上 才是最恰当的 仔细算算时间 已被困在这 足有一年了 你的问题 还未解决 夜沉望看苍妙 与眉心诅咒未没见 传音了天庭女帝 女帝未给回话 看其形态 永恒仙光 非但未稳定 反而颇显躁动 显然是没有解决 而且 还有要分离的架势 前前后后几个月 都在边缘徘徊 夜沉未再问 也没空再问 看其眉心 除了先前的咒印 竟又多了另一道咒印 没错 还是诅咒 诅咒之力肆虐 真以为你是一代圣魔 夜沉冷笑 知道是谁在诅咒他 乃一尊地道圣魔 诅咒几霸道 夜沉闭谋 失了逆势轮回 的确 对方非一代圣魔 他的诅咒 完全在夜沉承受的范围内 轮回化灭颇强势 极尽抹灭诅咒之力 那道咒印 也一并被毁灭 我让你找刺解 夜沉暗骂 显然没有 要罢手的意思 对方通晓诅咒 他也是个行家 以混沌轮回眼追溯 寻了其源头 来了一记 干脆利落的天咒 嗯 远在九千万里外的 地道圣魔 一声闷哼 嘴角随之一雪 很好 地道圣魔优效 再施诅咒 比第一次更霸道 真以为我是指糊的 夜沉不落下风 诅咒霸绝无匹 也描得贼准 哄 哄咚咚 冥冥中 自有轰鸣声 一尊地道圣体 一尊地道圣魔 再以诅咒相互攻伐 那是无形的力量 却不比地道仙法弱 打得如火如荼 事实证明 地道圣魔还差些火候 两人一番较量 夜沉活蹦乱跳 他却伤得浑身是血 不得已使出血迹献剑 强势愈合圣魔区 夜沉的诅咒力量 比他想象中更强 再来 圣魔双眸心红 咬牙切齿 修为还高过夜沉 竟拿不下夜沉 来你妹 夜沉骂道 当即演了契机 可不能再打了 再打针就暴露了 每逢此时 必有一人来补刀 天庭女帝出手了 不止射了啥个秘法 竟把夜沉精心凝聚的 沉空间给化解了 乃至藏得 严严实实的夜大地 瞬间暴露在天地间 我轻易不骂人 除非忍不住 夜沉的脸色 瞬间黑了个透顶 这一波坑得他措手不及 哄 锦一瞬 紫发天魔天地便到了 一步跨过了虚无 落得踩他的虚空 一掌遮天盖地 凌空压了下来 掌印还未落下 阴阳已崩回 夜沉不应战 转身变顿 失了梦回千古 如走得了 黑魔恶魔帝随后变道 依旧能跟上梦之道 一毛逼出了夜沉 同一瞬 三眼地道圣魔杀志 伴着一身轰隆 一座地道牢笼 瞬间成形 困住了夜沉 破 夜沉一鹤吭腔 一剑斩出一道窝口 顺身顿出 拿走 紫发天魔天地 如影随形 手提时空先见 一剑毁天灭地 破 灿灿精血飞溅 夜沉显被一剑生劈 此一击 在他身上留下的 可不止是伤痕 还被一剑斩了万年的兽缘 连道根 也险些崩坏 夜沉喷血 以时空逆转 被斩掉的兽缘 重新复苏 他施飞雷神 顿天而走 黑魔恶魔帝随根不上了 但三眼地道圣魔 却跟得上 眉心的第三谋 豁得开启 尽得他身体顿的一致 嗡 黑魔恶魔帝阴魂不散 隔着虚无 抛出了他的战矛 夜沉咬牙 强迫禁锢 而此一瞬 黑魔恶魔帝的战矛已到 依旧迎着禁忌之力 已将他锁定 还未命中 可战矛上的杀鸡与地煞 便已破开了他的胜区 危机时刻 他动了一念永恒 和地道飘渺 欲以此化解危机 可惜 此先法无效 或者说 他所施展的禁法 皆被紫发天魔天帝 以相似的秘法给抵消了 那尊巅峰禁的天帝 本是大着呢 破 灿灿血光刺目 夜沉被一毛定在了虚空 正 紫发天魔天帝 面目争鸣 一见一落 乃绝灭的一见 可他 还是小看了夜沉 电光火时间 夜沉拔出了战矛 一个飞雷神 顿入了九霄 纵如此 他还是被那一剑的余威命中了 巅峰天帝的一剑 并非闹着玩的 虽未将其生批 却卸下了他的一条手臂 可怕的杀鸡 窜入其体内 肆意作乱 致使圣区炸裂 灿灿的肾骨 染着灿灿的地血 炸满虚无 看得人心惊肉跳 今日 谁也就不了辱 地道圣魔一语枯寂 如上苍宣判 在这不可忤逆的威严 娶你姥姥的 混沌顶大骂 忠心护住 冲出了神海 撞翻了地道圣魔 死吧 黑魔恶魔帝宁笑 不知试了何种禁法 竟顿到了夜沉身后 好 夜沉师八步天龙 未曾黑魔恶魔帝一掌落下 便被甩翻出去 结束了 紫发天魔天地弹道 万千地法成一指 虽平淡无奇 却是毁天灭地 无视八步天龙 也无视夜沉荒谷地区 锁定了其地道原神 破 破 两道血光 不分先后飞射 夜沉造了重疮 头颅被戳出一个血窟窿 同样遭重疮的 还有地道圣魔 只因在那一瞬间 夜沉动了逆天幻地 与其置换了位置 奈何 紫发天地一指太强 纵有一天幻地 还是被命中了 至于三眼地道圣魔 遭得警示余波 头颅之上 也多了一个血窟窿 也得亏他底蕴足够雄厚 不然 天地一指 也足够喝一壶了 镇压 黑魔恶魔地再来 撑开了地道异象 乃一片无望魔土 开 夜沉冷亨 也演出了混沌大戒 两异象碰撞 崩天裂地 哄 碰 紫发天地与三眼圣魔的异象也到了 一片尸山 一片血海 加上无望魔土 将夜沉的混沌剑 撵得寸寸崩塌 其内山河 分崩离析 破 混沌剑破灭 夜沉遭了可怕的反噬 横翻了出去 还未完全重塑的圣蛆 又一次炸裂 崩飞出去的一节节圣蛊 还未坠落 已炸灭成灰 一缕缕金色的地血 也被残存的沙鸡 撵成一组挫飞灰 就这 还有人捣乱 乃先前的地道圣魔 人虽未到 却寻了夜沉契机 又以诅咒功法 夜沉没空搭理他 以身硬汗 顿出了酒消 迎面 便撞上了杀来的两尊恶魔天地 接济了地道功法 不奢望能诛灭夜沉 只需拖住便好 剩下的 便交给紫发天魔天地他们 与之一同感到的 还有三尊天魔天地 用的奶地道禁锢 恶魔天地与天魔天地到了 自不缺地道圣魔 一下跳出来十几尊 真阴魂不散 夜沉咬牙 强行动梦回千古 以此避过了漫天绝杀 地道 黑魔天 又是黑魔恶魔地 嘴角也最麻溜 跟上了夜沉 又失地道幻术 让你黑 夜沉大骂 先前吃过一次亏 自不会上两次当 以天幻破了黑魔天 顺带着把黑魔恶魔地 卷入了幻境 虽止万分之一顺 却足够他脱身 又是梦回千古 外加一道飞雷神 顿出了九千多万里 许氏方向未掌握好 一步顿到了太古路尽头 也得亏他停得快 不然 一头就栽下去了 下面可不是闹着玩的 圣体如你 真真让无刮目相看 幽笑声响起 紫发天摩天地显化 他才是真的尿性 跟上了梦回千古 也跟上了飞雷神 连夜沉的地道飘渺 地道黑暗 轮回化灭 一念永恒也都无事 好似一把夜沉 研究了个透彻 真把圣体嗑得死死的 莫说夜沉 连古天亭女帝 都对他露了异样之色 一路走好 未等夜沉反应 他的一记大摔悲手 便抡了过来 该死 夜沉色变 躲是指定躲不过了 一拳八荒轰了出去 破 拳掌碰撞 血光四射 更有寂灭光运蔓延 不止震退了紫发天摩天地 也震退了夜沉 自太古路的尽头 跌入了虚妄与虚无中 本章完 第3076章 我还活着吗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夜沉 红颜一生私营 欲出永恒空间 从太古路跌下去 就是鬼门关啊 与之一同起身的 还有地荒 行天与后裔 然 未等出一空间 便见四道永恒 仙光从天而降 笼罩了他们全身 乃一种无上的禁锢 莫说行天与后裔 连正道成帝的红颜与地荒 也被尽得动弹不得 本是磅礴的地道神力 也归于了沉寂 害了他 红颜 被对天庭女帝 谋中水雾萦绕 凝结成了寒冰 地荒三人 神色也添了颇多怨与恨 这一切 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知道女帝在磨练夜晨 想让其在绝境中涅槃 可她小看了 外遇至尊的阵容 那么多天地和地道圣魔 步伐巅峰境 夜晨一人如何站得过 欲让夜晨与外遇斗 至少解了她的皱印 如今道好 蜕变不成 反而将其推上了黄泉路 女帝不语 静若冰雕 甚至一丝反应都美 永恒的一空间 气氛顺时凝固 沉静得可怕 只闻心脏跳动声 此番 你还不死 再看太古路镜头 紫发天魔天地 已立在了边缘 探着脑袋刮往下看 入目所见 便是虚无与虚妄 纵她之眼界 也难忘穿 也满目忌惮 那就恍似一座无底幽约 多看一眼 便觉心神直欲被吞噬 哄 碰 哄 其他至尊也到了 落地皆彩的虚空轰隆 整整齐齐一排 立在太古路镜头 探着头往下瞧 不见夜晨人影 便笃定 夜晨已葬灭成灰了 各个笑得肆无忌惮 神色亦争鸣不堪 前前后后追杀了大半年 终是弄死了那尊小圣体 郁闷之气荡静 真前所未有的畅快 两久 众至尊才转身离去 夜晨虽死了 但还有人未寻到 都得一个接一个地揪出来 又是大搜捕 翻天覆地地找 虚无和虚妄中 夜晨只觉身体 在不断地下沉 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七经八脉 元神真身 道根本源 地血圣骨 都一点一滴的腐朽 一寸一寸地崩灭 在分解中 化成了比沙尘 还渺小的飞灰 这个过程 毫无痛楚 正因无痛楚 才让人恐惧 仿佛没了根 徜徉在无边的黑暗中 我还活着吗 夜晨喃喃自语 如一只地狱的幽魂 在轻盈 他的话 无人听得到 亦无人回应 所以 他才不确定 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 没有躯体 没有原神 只剩一缕模糊的意识 在四真四幻中 一次又一次地询问着 道心不死 人生不灭 冥冥中 似有一抹轻妙的话语 漠然想起 不知传字何方 只知很古老 动听如天籁 每一个字 都如跳动的音符 成曼妙仙曲 女帝 夜晨清男 听得出是谁 若非那娘妈 她也不会跑这来 听女帝话语 她的确还活着 不过 如今的她 着实分布清真与幻了 仅有意识 连简单的形态都没 更不知如何重塑今生 亦不知 该如何从虚妄中走出去 你 就不打算下来救救我 夜晨骂道 笃定女帝听得见 也得亏她没形态 不然脸色避黑的透亮 本是躲得好好的 被女帝坑得措手不及 落了得这般下场 等了许久 都未见女帝回话 夜大得没脾气了 多了一种 想把女帝掐死的冲动 怒归怒 复活的欲望 还是有的 她信念不灭 意识便是源泉 曾尝试 诉出意识体 明明力量却不允许 只觉意识 迷失在一片海洋之中 随滚滚的波涛 漂流不定 她不信邪 道心稳固 还在强行凝聚 这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 她不清楚过了多久 许是三五日 许是三五年 也许是三五百年 只因这虚无与虚妄 无时间的概念 不过 她还是做到了 黑暗中 她以意识成形态 如一道虚幻的原神 近乎透明 且扭曲不堪 随着明明力量摇曳不定 虚妄中似有风 将她吹来吹去 自太古路跌下 我竟还活着 夜晨仰了眸 去看上方虚无 望不见太古路 也不知太古路距她有多遥远 这里无时间的概念 亦无空间的概念 可能距离三五丈 也可能有几千万里 只知有意识 便能复活 这是一个希望 还有百万神将 她活着 他们便活着 就是不知 是否所有人掉下来 都能以意识存活 还是说这是圣体一脉的专属 若当真如此 圣体比圣魔就尿性多了 咱死不了 她仿佛成了孤魂野鬼 在黑暗中飘来飘去 真正身处虚妄中 她才知这里的不凡 黑是黑了点 却恍惚有光 邪有禁忌的力量 且不止一种 时空 轮回 时间多不胜数 禁忌之力时而交织 成法则链条 时而也会融合 成那永恒 好地方 夜沉唏嘘 若抛却危机来看 这无尽的虚无与虚妄 绝对是悟道的圣地 无人打搅 禁忌法则颇多 身处其中 便是在道中徜徉 她开始明白 明白女帝的良苦用心 先前 撤了她的永恒遮掩 化灭她成空间 一次次将其暴露在外遇至尊面前 该是一种磨练 欲让她在绝境中涅盘 而女帝真正目的 该是让她出太古路 来这虚无虚妄中悟道 以求逆天蜕变 一句话的事儿 整得这般麻烦 夜沉瞥了一眼上空虚无 若早与她说 她早就下来了 想通了这一点 她缓缓闭了谋 她虚悟道 悟出些许永恒 才能重塑今生 若参悟得足够深 多半还在在虚妄中自由行动 便如女帝那般 有事没事便下来溜达 或许 这需要一段很漫长的岁月 但 她丝毫不担忧 因为无时间概念 只要她足够上进 总能悟出些真谛 最主要的是 她通晓颇多禁忌法则 这便是她的底蕴 永恒一空间 闭谋的女帝 稍稍松了一口气 该是无人知道 她再赌 先前并不确定夜晨跌出去 是否能存活 如今看来 她赌赢了 夜晨信念不灭 便有意识残留 有意识啥都好说了 给其足够的时间 一切便皆有可能 她会重塑今生 必也能逆天悟出些永恒 你真是个疯子 红颜轻语 是对女帝说 她已恢复行动能力 也被告知夜晨还活着 正因如此 她才难以置信 震惊夜晨能活着 也骇然女帝魄里 对夜晨的期望 高到让她无法想象 换作她 决然没这气魄 能做古天庭之主 果然不是盖的 行天唏嘘 后翼则舌 这可是一场豪赌 赌的可不只是夜晨的命啊 要知道夜晨的混沌顶中 还有诸天的百万神将 这得多大的魄力 才能整出这般操作 这得多疯狂的人才 才敢这般去赌 帝慌摇头失笑 不可否认 也被惊到了 她的惊 也如红颜 是对夜晨 也是对天庭女帝 一个是咋弄 都弄不死的小强 一个是不折不扣的疯子 她俩凑一块 绝对般配 四帝看时 女帝嘴角溢了鲜血 看其先驱 永恒之光不止暗淡了 而且还颇不稳定 她本是一个人 可在某几个瞬间 总能自她身上 看到颇多的人影 有楚轩楚灵 也有无泪若曦 那是一种分离的征兆 看得四帝都 皱了眉头 女帝分离了不要紧 下面的事 可就难办了 尴尬的是 她们都帮不上忙 不知女帝的问题 究竟出在哪 此刻看女帝神态 多了一抹痛苦 她的状态她知道 难以维持合体的原因 有很多 楚轩楚灵是一方面 万古前的暗伤是一方面 一代圣魔先前的诅咒 也是一方面 无道要看看 是辱先到太古洪荒 还是本作先冲破封印 冥冥中似有宁孝 知女帝听得见 满载着无上魔力 霍乱着女帝心神 状态本就不佳 因着魔性无比的音效 其脸色更显苍白了 女帝不语 竭力维持合体的某种平衡 至于太古洪荒的危机 只能寄希望于诸天烈带至尊 愿他们能撑住 只要能扛到援军的到来 那古老的光明 便能重新洒满人间 划分两头 虚妄中的夜晨 不知飘向了何方 意识的形态体 让她无法抗拒冥冥中的风 吹到哪边飘到哪 毁灭中崛起 破后而立 永恒成真 夜晨的南语 乃无边黑暗中唯一的声音 外界太古路 方才半日而已 这里已不知过了多少岁月 在这里悟到 得了太多禁忌真谛 说话间 又有一道光飞翼 击中了她的意识身 她喜出望外 没有此时 必有机缘 那不是普通的光 有境界傲义 至于能悟出多少 看她天赋 光会融入她意识 其内有法则 待她再开谋时 太古路又过一日 这一日 外遇至尊如发了癫狂 真就是一寸寸找寻 两个人影都未寻见 你说活生生的几个人 咋就找不着嘞 如四人间蒸发 永恒 果是奥妙 后裔深吸了一口气 在一空间 能清晰望见外界 已有不止一波至尊 路过这片天地 看了又看 就是无察觉 一个个面目争鸣 得她能稳住才行 战神说着 看了一眼天庭女帝 她若分离了 这所谓的永恒一空间 那就是一个摆设了 一旦无遮掩 必有一场无比惨烈的大战 还好 女帝稳住了 极尽维持平衡 而地荒 看得则是红颜 通体金光灿灿 萦绕的圣魔气息 正逐渐地退去 或者说 她已渐渐同化了圣魔血脉 蜕变成了一尊圣体 无尽岁月来 身体本有的缺憾 终是得以愈合 再无那诟病 比半魔半圣实强多了 后裔自外界收谋 也定眼瞧看红颜 至少 能轻松 将她打怕 同为圣体的地荒 感受最真切 先前半魔半圣 反而不精粹 彻底成圣体 其本源之浩瀚 更甚她一筹 真要斗战 她未必拿得下红颜 两血脉同化 便是涅槃 红颜已开眼 美眸金光四射 伴着一口浊气吐出 圣魔的血煞被完全病除 似水的谋 演进了道运 也曾修禁忌法则 且不止一种 交织成一种类似毁灭的道 多谢 红颜的话 是对女帝说 若无女帝相助 她多半 还需千百年去同化 先前半魔半圣 当为不伦不类 一半圣魔血脉 非但无圣魔优势 反更像一个禁锢 如今彻底成圣体 血脉本源皆极尽生华 女帝并未回应 或者说 无暇他顾 她每次开谋 看得皆业大帝 这时代三尊圣体 最看好的还是叶辰 开创先河的荒谷圣体 有一种威势 是红颜和地荒比不了的 此刻再去看叶辰 睁睁扎眼 看其意识体 有多种禁忌法则环绕 并非实质 乃四隐若现的那种 道得天音响彻 古老而幽远 连她自个听了 都觉颇多寻傲 可惜 她还是无法重塑 肉身与原神 怎么说嘞 她也不想重塑 肉身 原神 乃至血脉 都会是一种稚骨 那稚骨 变如一个牢笼 还是意识体最纯粹 似能参悟更多 三千年了 可有悟到永恒了 女帝的话 默然想起 一如记忆里那般美妙 如动听的仙曲 三 千年 夜晨挑了眉 就听前半句了 后半句压根没听 约某估计 只多不少 这也太 夜晨扯了扯嘴角 此处无时间概念 自不知过去多久 亦不知女帝 是用何种方法计算 不过女帝的话她信 貌似也没骗她的必要 至此 她才想起了 女帝的后半句 在这不知名的三千年间 她倒是误了不少法则 却没悟出过永恒 女帝再未说话 也无半点提示 夜晨收谋 又被风吹得飘向远方 继续悟道 便如当年寻思正道成帝 她还是在一条昏暗的路上 静静摸索 女帝也未给她指明方向 毕竟 她的永恒不是她的道 终点或许相同 路却不一样 其后多年 她都在沉淀心境 悟了足够多的法则 皆已归于混沌道 她年 必会修成永恒 本章完 第3077章 永恒地道圣体身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我有一头小毛驴 从来都不起 幽济黑暗的虚妄中 夜晨贼有情调 如一只游魂 被冥冥中一阵阵的阴风 吹得飘过来飘过去 那个小店啊 唱得一套一套的 女帝不止一次开谋 被逗得不止一次失笑 她每次笑时 红颜她们都会策谋 不知女帝在笑啥 这般的开心 真正开心的 是夜大帝 在道中徜徉 有感而发 人嘛 一个人待久了 总得给自个儿找点乐子 无边黑暗毫无声响 只能自娱自乐 能听得到自己的声音 便证明 她夜晨还活着 不知何时 她的小店才湮灭 她盘膝壁眸 随风摇曳 颇多岁月的沉淀 其周身又多了不少法则 环绕其意识 道音经久不散 有道的烙印 刻入她的神志中 时隔多年 她再次融道 这一路 她误了太多法则 也修了太多的道 归成混沌 以混沌成道 如今 要将众多的道在归一 要给其附上一种永恒的力量 此处 无时间的概念 可女帝却在暗自给其记着 第三年 轮回法则闪烁光辉 在交织中 缓缓融入混沌道 第十二年 时空浮现 脸于无形 第四十五年 时间成道则 在混沌中 勾勒出了年轮 第106年 空间法则 刻入 第379年 阴阳环绕 乾坤共挤 于混沌 列成八卦 于外界而言 仅止三五日 于夜尘而言 却是一段极为漫长的岁月 她已身为顶炉 融住了颇多道 将众多法则 在混沌中归一 不知哪一年 她的意识身上 蒙了永恒色彩 为那一瞬 女帝曾开谋 是唯一的见证者 至尊心境 也难掩唏嘘与亥然 以她盘算 前前后后 不过几千年而已 那个 仅为大地境的小圣体 进出到了永恒 要知道 她当年耗费了 足有八万年啊 纵然 夜尘是投机取巧 但她之天赋 真真逆天 多少的沧海桑田了 能她谋路亥然的 除了一代圣魔 也指夜尘了 论同时期同境界 一代圣魔不如她 真正的天庭女帝也一样 此刻再看 那无边的黑暗 再掩不住夜尘的光辉 她如一颗明珠 镶嵌在虚妄中 意识体的形态 除了龙木光辉之外 更燃起了元神之火 先前破灭的元神 此刻又一寸寸地重塑 这个过程 也极为漫长 足用了五百年 其后 便是圣驱 元神生肉骨 四肢百骸 五脏六腑 七经八脉 皆重塑而出 包括道根本源 也都如数归来 璀璨今生耀眼无比 哇擦 俺们还活着 大呼小叫声顿起 因夜尘重塑今生 混顿顶也再次显化 顶中的神将 个个都一脸猛逼 那日 都是亲眼看着夜尘 跌出太古路的 放心 跟着她死不了 小元皇搔了搔猴毛 道出了一则真理 她家的老七是 小强的命 老实说 这地儿有些吓人 谢云与司徒南 扒在顶口 好奇地望看四方 啥也瞅不见 就见虚无 时而有光非翼 眨眼不见 无空间的概念 也无时间的概念 永恒得光 龙爷一生青南 双目微眯 人亡与造化 也对视了一眼 在看夜尘时 都眸光熠熠了 看得出夜尘在容道 将多种道皈依 映出了永恒光 这得多高的天赋 才能悟出那无上的法则 真太逆天了 这是混沌道 还是永恒道 以化混沌成永恒 该是一种道的蜕变与生化 这么说 与女帝修的是 同样的道 很显然 不怎么一样 这小子投机取巧 容道成不朽 不是哪一种道 都能这般蜕变 众多老家伙又扎堆 把夜大帝的操作 拎了个门清 混沌道堆砸 那货一锅给炖了 以前道化万物 如今 当是万道归一 说是投机取巧 莫不如说是另辟蹊径 东皇太星轻语一笑 若夜尘对永恒无半点顿悟 纵是将多种道都容了 还是难出永恒 这该是夜尘寻的一条捷径 欲要 真正到永恒彼岸 还需颇多岁月的沉淀 这条路 不是谁 都能走得出来的 你说的俺不懂 俺就知道 他现在很掉 小灵娃蹲在东皇太星肩头 一手拿着原石 嘎蹦嘎蹦脚的贼友节奏 混沌道 蜕变成永恒 紧听着就高端大气上档次 看夜大帝的逼格 显然比先前更谎眼了 能在这鬼地方生存 足证明了一切 咔嚓 咔嚓 众神将看时 夜尘地区彻底重塑 通体金灿灿 闪烁的皆是永恒的光 如似永恒融住 涅槃蜕变之后 连道则都染了不朽的光辉 永恒地道圣体身 嗯 霸道 人亡捋了胡须 也不知是早听过 还是临时想了个霸气的名 这若雾透 啥个血迹现件 都是摆上 龙也很亢奋 比起血迹现件 更看好永恒不朽 先前便早已分析过 真要是打持久消耗战 不死不灭难敌永恒不结 当年的古天庭大战 圣魔狱的一代圣魔 多半便是这般败给古天庭女帝的 永恒一空间 女帝笑了 在位掩饰 说到底 是她赌对了 那个小圣体 比她想象中更惊艳 无论是感悟 还是道的蜕变 她都已出入永恒门庭 日后的路更加光明 盘系悟道的红颜 再次开谋 斜了一眼女帝 你说也是 有啥高兴的事 说出来大家听听吗 只顾自个偷着乐 该是夜晨涅槃了 地荒深吸一口气 看女帝笑得那般开心 哪有半点阴霾 女帝还是未言语 又在给夜晨暗自数时间 夜晨已重塑了地区 却没醒来 能见一缕缕永恒道则 一缕缕刻入她地区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没有一缕融入 她体上的永恒光 便炙热一分 如一轮璀璨的太阳 悬在虚妄之中 好似她就是永恒 她就是道 冥冥中怪异的风 也再难撼动她了 吹也吹不动 两年 三年 十年 无时间概念的虚无与虚妄 在永恒中自有年轮 不 不知何时 一道轻微的声响 惊动了顶中的诸天神将 乃夜晨眉心的骤印 破裂了 先前 夜晨拿她没办法 此刻直接毁灭 这或许 便是女帝口中的自有用途 夜晨跌出太古路 有意识残存 圣魔诅咒也有功劳 多谢 夜晨微笑 也只古天庭女帝听得见 懂了女帝良苦用心 自知骤印的用途 正因明明力量 无法将骤印粉碎 才撑住了她意识残存 如今 她悟了些许永恒 骤印也无利用价值了 女帝瞥了一眼 眼神不怎么爽 天晓的夜晨在心中骂她几回了 待收谋 她也失了永恒 强迫骤印 圣魔骤印破灭 她通体的永恒光不在那般暗淡 彻底稳定了下来 本有分离的前兆 又再次彻底融合 脸颊也重新焕发了红润 说起来 她与夜晨都该感谢一代圣魔 那一石二鸟的诅咒 是恶难也是造化 福祸相依 还真难说得清 啊 仔细去聆听 仿佛有丝毫咆哮声 满载着滔天的怒火 那是一代圣魔 她那把名为朱仙的剑 是个善才童子 每次给夜晨整事 基本都有福的造化 而身为主人的她 貌似也是一个送机缘的好心人 不错 夜晨笑着 终是开了谋 吐了浑浊之气 双目皆有一道永恒光射出 竟能洞穿虚妄 谋中还在演化道运 是混沌万物 也是永恒 最让她欣喜的 还是体内充益的力量 到涅槃了 神力自也蜕变了 虽非完整的永恒神力 却蒙着永恒的光辉 她虽不在血迹陷阱的状态 却有一种不死不灭的感觉 这 或许便是不朽 夜晨嘴角浸满了笑意 轻轻握了握拳头 掌心有爆雷撕裂 此刻在与那紫发天摩天地干仗 她有绝对的信心 将那货一路打到哭 老七 给我放点血呗 小元皇扒在顶口 冒出了毛茸茸的脑袋 俩眼赠光瓦亮 这般奇葩的要求 我还是头回听说 夜晨说着 手已伸进了混沌顶 给小元皇身上 戳出个血窟窿 众神将看得嘴角抽搐 娶你姥姥的 我是要你的血 不是让你给老子放血 小元皇大骂 脸色已黑得透亮 夜大帝就装傻冲愣了 是你压得说清楚 这可怪不得我 扑 小元皇一口老血喷得霸气侧漏 都没站稳 不知是伤的还是气的 肝火太盛 容易伤身 夜晨一语说的语重心长的 已迈开了脚步 从哪来的 那得回哪去 太古路上 还有一帮小崽子等他收拾 特别是那紫发天摩天地 尴尬的是 他这一步踏下 没怎么踩稳 一头灾难了 待爬起 他才一声善笑 悟了些永恒不假 却还未悟透 想在这虚无虚妄中随意溜达 他还差些道横 毕竟 他不是古天廷女帝 我以为 还是你把我接回去 叫一靠谱 夜晨干咳 笃定女帝听得见 女帝是听得见 却未搭理他 只给他指出了一个方向 行 你牛逼 夜晨的脸 也漆黑无比了 无法自由行动 便只能游了 没错 是游 他如一只蛤蟆 俩胳膊俩腿扑腾 朝着女帝指出的方向游去 不得不说 那个动作 还是很养眼的 本章完 第三千零七十八章 神之杀戮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虚妄中 夜大地颇敬夜 无边的黑暗 神秘到让人敬畏 强如正道的圣体 在这里也渺小如沙力 纵悟了些许永恒 也难逆转明明力量 如孤魂慢慢游荡 夜晨曾有几次驻足 还望四方 曾经 他天真的以为 只要女帝将他们装在法器中 便可踏着虚妄 从这条太古路 登上另一条太古路 如此 便无需费力去接续 如今 他才真正明白 女帝做不到 只因一旦踏入了虚妄 便是没了方向 能不能找到对面的太古路 他不知 但迷失其中是肯定的 莫说是他 古天廷女帝也不例外 正因如此 自始至终 女帝才不敢走太远 此番 若无女帝指引 他纵找上几万年 都未必找得到太古路 啊 正由间 莫的一声乌豪响起 船自黑暗的深处 绝望而凄厉 还有 活物 夜晨皱了眉 急进了木栗 寻着声音远处去看 入木 便见虚渺的云雾 夜晨以永恒木栗 拨开了遮掩 望见了一团乌黑的光 沾染着魔煞 他极为确定 先前的乌豪声 便传自那 此刻 还能听闻低吼 天魔 夜晨轻难一声 双目近乎微眯呈现 那团乌黑的光 该是天魔的意识体 与他先前有些相像 只不过 他能以意识化作人的形态 他转变了方向 朝那团乌黑光游去 能在虚妄中存活 能有意识残存 那天魔绝非泛泛之辈 他不知自己游了多久 或许有三五年 许是觉察到夜晨 天魔意识体颇躁动 也不知是惧怕 还是愤怒 哎呀呀 咱俩还真是有缘啊 夜晨终是停了 唏嘘咋舌地 望着天魔意识体 这尊天魔 他是认得的 当年 被他一脚踹下太古路的 那尊天魔天地 就是面前这祸了 竟还活着 时隔多年 静又遇见 饶恃至尊心境 都不免感慨 他认得出对方 对方自也认得出他 正因认得出 天魔意识体材 越发躁动 极其愤怒 他堂堂一尊天地 竟被大地踹下太古路 被困在虚妄无尽岁月 人不人鬼不鬼 让他震惊的是 夜晨竟能在虚妄中 以真身存活 还有 其身上的永恒力量 是哪来的 一个小小大地 雾透了永恒 你 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人才 夜晨伸了手 将天魔意识体捉来 悬在了手中 好奇地打量着 看了两久 都未看出个所以然 天魔愤怒也恐惧 惧怕夜晨 也惧怕他的永恒 颇想自夜晨手中顿走 奈何有心无力 连人形都无法画出 仅为意识体 他无法自由行动 如一只待宰的羔羊 毫无反抗力 时刻都可能被诛灭 所以说 天魔与诛天人 还是颇有不同的 同样是跌入的虚妄 他比夜晨更早下来 若是按天庭女帝的时间来算 他在虚无虚妄中 起码存活了几万年 几万年的岁月 何其漫长 在这悟道的无上圣地 竟啥也没悟出 至今还只是意识体 这一点 他与夜晨就差远了 不以悟道为主要 进阶途径的天魔 哪知大道的夺天造化 带他回来 女帝传音了夜晨 好说 夜晨笑着 将天魔异式体 塞入了大顶 转身离去 这一游 又是很多年 不知哪一年 夜晨眸子在闪烁了金光 终是望见了太古路 他如攀登者 顺着岩壁 一路爬了上去 再回太古路 再站到地面 那叫一个踏实 比起虚妄中的无根无缘 厚实的大地 让人倍感心安 常年飘在半空的感觉 真真不爽 此刻再去看他 身上刻了太多沧桑 虚妄无时间概念 可明明中自有年轮 有那么一种永恒 会为他烙印 现实不过几日 可虚妄已是几千载 是真真正正经历过的 永恒 行天一生轻移 眸光异议 能以空间看得颇清楚 难怪他会笑 还笑得那般开心 后裔瞟了一眼女帝 至此 才知女帝因何而笑 他那一场豪赌赢了 给夜晨送了一场逆天的造化 那可是永恒 雾透便是不朽 红颜嫣然一笑 眸波连连 地荒的神色 就略显正正了 对夜晨的欣慰 如今已成亥然了 小崽子们 换我了 太古路尽头 夜晨狠狠扭动了脖子 以周天眼针形 以永恒遮气机 手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寸接一寸地 画出了一柄永恒仙剑 他一步踏出 顺身消失 在现身 已是一座近乎坍塌的古老城池 其内有外遇的至尊 哪一尊地道圣魔 和一尊恶魔天地 夜晨悄然降临 因周天和永恒的遮掩 俩至尊竟是毫无察觉 正 夜晨豁得出剑 瞄准的是恶魔天地 无视地区 锁定了元神 谁 恶魔天地大鹤 豁得转了身 迎面 便撞上了夜晨的永恒仙剑 地道的血光 乌黑而刺目 完事 便见恶魔天地直挺挺地躺了下去 元神竟被夜晨一剑绝杀 肉身在躺下的瞬间 便在一寸寸画灭成灰 能见地的谋客满了郁闷与不甘 还有难掩的恐惧 到了 也都未瞧见是谁出的手 滚出来 地道圣魔爆赫 顺身登入酒消 一掌覆盖了那片虚无 别看他赫身铿锵 实则慌得一逼 能一剑将一尊天地绝杀 何等的霸道 跑 哪跑 夜晨冷笑 尸地道飘渺 避过掌印 如鬼魅般杀至圣魔身前 是你 圣魔双眸凸显 已看清是谁 可不正是跌下太古路的小圣体吗 这一瞬 夜晨久到神伤已出 圣魔元神遭重疮 但恢复清醒 便被夜大的拖入了梦境 然后 就没然后了 但夜晨再出来 已不见地道圣魔 被封得死死的 丢入了混沌顶 哄 碰 哄 前后不过三两个瞬息 便有十几尊天地杀盗 似听闻了轰隆声 莫及 一个都跑不掉 夜晨引入了虚无 为献身大战 各个击破才是王道 啊 不多久 一声凄厉的惨叫 便响彻了太古路 有一尊落单的天魔天地 被夜晨一剑斩入了鬼门关 天魔到死 都也看清是谁杀的他 待其他至尊感到 夜晨已没了踪影 该死 黑魔恶魔帝的怒嚎声 如意声声轰隆 震战着太古乾坤 必是他 三眼地道圣魔咬牙切齿 口中的他 自是指古天庭女帝 也只有他 才有瞬间绝杀天地的实力 虽是愤怒 他谋中却刻满了恐惧 不止他 强如紫发天魔天地也一样 天庭女帝的凶名 他们是见识过的 虽非完整形态 却足够可怕 以辱之身份 也搞偷袭 黑魔恶魔帝爆赫 自是对天庭女帝说 意思很明显 别她们整须的 有种出来单挑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女帝有永恒遮掩契机 以她们的道行 远远寻不出 只得退而求其次 想将其击出 她的爆赫 女帝置若未闻 此刻的她 也没空搭理外遇至尊 一个夜晨 就够你们喝一壶了 啊 惨叫声再起 传自东方苍庙 还是一尊落单的外遇至尊 走着走着 头颅便搬了家 地区随之崩灭 顿走的元神 也被强势诛杀 搞偷袭 咱是专业的 夜晨一语深沉 拎着堂血仙剑 再次消失不见 啊 谁 是谁 滚出来 救吴 这一日 太古路颇不平静 哀嚎声怒吼声不绝 血雾隆目了乾坤 这 都归功于夜大帝 他如一尊杀神 神出鬼没 每到一处 必有外遇至尊被灭 杀戮 只是专属神的杀戮 他杀得兴起 可外遇至尊 就倍感几倍冰冷了 莫说普通的外遇至尊 连三眼圣魔 黑魔恶魔 和紫发天魔 都觉浑身上下凉嗖嗖了 很显然 对方某了劲玩音的 不准备正面硬钢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这是古老早有的道理 天地至尊自是懂 尔等 走得了 东方虚无 夜尘又大展神威 两尊地道圣魔贵的 毫无征兆 所谓的血迹献戒 貌似已成摆设 看着被捉来的俩圣魔 龙爷唏嘘不已 他们可都在不死不灭状态 战力绝对压制 不死不伤 可不就是摆设吗 人王揣着手 绕着俩圣魔看了又看 修为梅夜尘高 更莫说战力 至尊啊 好似都成了大白菜 司徒男咧嘴不断 诸天的神将也多如此 他们眼中威震还宇的至尊 在夜大帝的面前 貌似都成了一只只小虾米 谁来都不够看 滚出来 雨无独占 紫发天魔天地丝毫 面目猙獰不堪 一尊尊天地被灭 一尊尊圣魔被图 到了都未寻见人影 这等感觉 何止憋屈 还很窝火 遗憾的是 她的嘶吼无人回应 女帝说得不错 一个夜尘 你们搞不定 还有脸割那大骂 啊 外遇的惨叫 依旧未断绝 真就成了 某位杀神的屠戮场 几日下来 所残存的外遇至尊 已极其有限了 剩下的都是南啃的骨头 夜尘终是停了 开辟了尘空间 继而 便是哀嚎声 几十尊的地道圣魔 被其强势吞灭 血迹的力量 还是要积攒的 吞了这么多圣魔 他所攒下的血迹力量 已能支撑一次血迹献剑 我说 你是不是该出来溜达溜达了 夜尘拎了酒壶 传音了天庭女帝 不能总让小兵冲锋陷阵 好说 女帝清纯微起 随之开谋 自那日盘膝而坐 第一次起了身 本章完 第三千零七十九章 图境外遇至尊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女帝起身 夜尘也扔了酒壶 干劲十足 被困这条太古路这么久 终是要迎来落幕了 她只是小兵 古天庭女帝 才是真的大将 哄 女帝一步出一空间 踩得虚无崩塌 并未刻意掩饰气息 其后 便是红颜他们 两尊地道圣体 两尊诸天大地 整整齐齐一排 地气环绕 啃出来了 紫发天魔天地宁孝 自东方虚无顺身消失 在西方苍渺顺身显化 席卷滔天魔煞 巅峰天地的威势 展露无遗 自带毁灭异象 自带魔性天鹰 立在魔煞血海中 如一尊盖世魔神 气概还与八荒 哄 碰 不分先后感到的 还有黑魔恶魔天地 与三眼地道圣魔 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外语至尊 或者说 身在这条太古路的至尊 只要能喘气的 都如书到场了 逼格一个比一个黄眼 威势一个比一个毁灭 小虾米皆被夜尘 屠灭了 剩下的的确都是南啃的骨头 无论是天地 还是地道圣魔 皆是货真价实的巅峰境 地道威压相连 演得日月无光辉 今日 还真是热闹 夜尘也晃悠悠地出来了 提着那柄的仙剑 永恒之光龙目地道之身 虽不如女帝的耀眼 却也璀璨夺目 趁得她如一尊神明一般 这 外遇至尊见她 顿得瞳孔紧缩了 特别是紫发天摩天地 是眼睁睁看着夜尘 跌下太古路的 一旦入虚妄 实死无声 夜尘竟还活着 不止活蹦乱跳 其身上还有永恒的光 气息比先前还更可怕 算起来 我得感谢你 送了我一场逆天的造化 夜尘惬意地扭动着脖子 将某种痞子般的不羁 演绎到了极致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紫发天摩天地怒嚎 心红的眸 直欲喷血 猙獰如鬼魔 来吧 单挑 薪酬救院一并清算 夜尘弹道 第一个离场 去了东方的苍庙 已选好的战场 必斩你 紫发天摩天地抱贺 一步踏碎灵霄 血毁灭之威 直追夜尘 来 天庭女帝轻语 也莫得转了身 奔向西方虚无 拿走 黑魔恶魔天摩冷亨 拎着战毛追了过去 一同的还有三眼地道圣魔 这还未完 前前后后足有 十几尊天地杀过去 没办法 天庭女帝太强 一两尊至尊远战不过她 欲将其屠灭 得群起而攻之 你 你 还有你 过来 后裔霸气侧漏 指了几尊天地 转身便便 顿向了南方苍穹 找死 七八尊天地冷亨 齐齐追杀了过去 一路风雷 挂闪电 是不是装逼装大了 后裔魏言语 嘴角去猛地抽搐 看她那神态 很好地招式了这句话 就指了三尊天地而已 一下杀过来七八尊 这她娘的没法打呀 毕竟 她不是女帝和夜尘 那等妖孽 单打独占还行 若是被群殴 那就不好说了 搞不好还会被诛灭 那可不是一般的天地 碰 地荒一步落下 跟着七八尊天地追了过去 得给后裔助战 来走 剩余的七八尊外裔至尊 则追向了北方 要诛灭红颜与行天 啊 很快 便闻东方苍苗传来丝毫 在这滔天的怒 乃子发天魔天地 此刻去看她 怎个狼狈了得 脸庞之上 一道烟红的五指硬颇醒目 整张脸都被对歪了 倒是追上了夜尘 一个照面挨了一巴掌 如 可曾见过一种 从天而降的掌法 夜尘一语哭泣 以登陵九霄 一掌临天而下 覆盖了那片浩渺苍天 能见掌指之间 有永恒撞文刻印 一掌之威 足能毁天灭地 轰 碰 破 三道声响接连响起 天魔被压得半跪 一口老血喷得霸气侧漏 无不幸 紫发天魔咆哮 地道魔力汹涌 城外道魔像 声声顶起了夜尘掌印 三种法则顺时归一 化作一柄乌黑的魔剑 逆天展向了夜尘 夜尘永恒顺身 轻松避过 一剑斩了天魔半个地区 天魔倒也尿性 不知失了何种境法 瞬间重塑魔身 寄了滔天魔杀 一路吞天灭地 朝夜尘淹没而去 只一瞬 便能淹灭一尊地 可惜 夜尘飞一般的地 对方出招 他得接着 永恒火海遁现 强势燃灭了魔杀 杀 紫发天魔一鹤 震他苍穹 以地道化魔剑 寄了绝杀大树 如 差远了 夜尘冷亨 脚踩永恒先河 投选永恒星空 比天魔更霸道 轰隆声中 地道的大战惨烈无比 不过 这等惨烈 是指紫发天魔天地 自与夜尘开战 便被一路压着打 啥个天地巅峰 啥个三种禁忌 在夜尘面前 都已成百上 是个人才 夜尘心中唏嘘 真正与紫发天魔生死战 才知这货的可怕 藏了颇多底牌 且底蕴不是一般的雄厚 而且 已触及了准荒地的屏障 至尊也分强弱 而面前 这尊天魔地 显然是出类拔萃的那种 如这样的地 最是难杀 还好 她的道已蜕变 若在此之前 她未必是其对手 轰 碰 轰 这边站得火热 太古路的西方天地 斗战的波动更好打 天庭女帝风华绝代 一人独占 稳落上风 再看外遇至尊 就格外尴尬了 黑魔恶魔浑身是血 三眼圣魔地骨崩飞 连她二人都如此 更莫其他至尊 半数都已成原神状态 相比夜尘与女帝 其他两方就尴尬了 后裔与帝荒被群殴 红颜与行天也被群殴 远非外遇至尊对手 他们嘛 本来就是打酱油的 只需拖住便好 用不了多久 夜尘与女帝便都能腾出手来 轰 轰隆隆 昏暗的太古路 电闪雷鸣 东西南北皆有轰隆之声 站在忠心去望 四方皆有毁灭异象呈现 焦阳忌毁 星辰崩灭 映着末日的光辉 地道的大战 天崩地裂 整个太古路都在晃动 直欲崩塌 好热门 又是明帝那货 仰着脑袋 仰望着飘渺 虚无 他在看 道祖与姚池义在看 此番的动静 真不是一般的浩大 不难想象 太古路上地道大混战 而且 参战的至尊 不是一般的多 保不齐 是女帝发威了 道祖率先收谋 顺身消失 只因 有晴天魔柱降临天界 乃天地级魔柱 被他一掌打灭 今日的诸天 也颇热闹 外遇似是谋足了劲 自第一根魔柱降临 变成连锁反应 一根接一根的降临 毫无征兆 有降临天界的 也有降临人界和明界的 一片片大好山河 一座座磅礴古城 因魔柱降临 而满目疮痍 幸好 三界皆有地震守 而三界的苍生 神色就极为苍白了 好似自女帝和夜晨 他们离开后 诸天的乾坤 就变得颇不稳定 魔柱降临的时间 越发的频繁 对此 三帝早有某种觉悟 先前 是女帝在撑着 如今 女帝不在 她们肩负起了 女帝的使命 比起女帝 她们还差太远 乾坤字不稳 难以完全掩饰朱天 这 也仅仅是开始 时间久了 必还有更多 级别更高的擎天魔柱 降临朱天 两久 才见天明两界的轰隆声湮灭 但人界的轰隆 依旧在持续 许是降临的魔柱太多 东荒女帝无暇他顾 致使一尊天魔天帝走出来 此刻 两尊帝正在人界大战 那不是一般的天帝 先天自带禁忌 不过 东荒女帝也非一般的大帝 多年悟到 已有屠天帝的资本 称住 明帝深吸了一口气 神态不怎么好看 摇池正道成帝也不过两千载 三界属人界的底蕴最弱 至于他与道祖 皆已成大帝巅峰很多年 不出意外 能撑得住场面 只要人界能稳住 便万事大吉 破 东方太古路 地道谢花绽放 紫发天魔 又被叶晨一掌打爆 就这 还是未能完全摧毁天魔地区 叶晨双目微眯 自紫发天魔体内 寻到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准确说 他嗅到了准荒地的气息 在紫发天魔体内 有准荒地的守护之光 正因那守护 才致使紫发天魔肉身不灭 若非如此 这尊巅峰境的天地 早被他打灭了 如 杀不死无 紫发天魔宁笑 化成了一张遮天的鬼脸 一口吞了叶晨 吞我 就不怕叶死 叶晨冷笑 不是没被鬼脸吞过 可不是被吞入肚中的 四方昏暗无光 如似一片黑洞 多见毁灭异象 与当年的景象 如出一辙 正 他挥动永恒仙剑 无限延伸 一剑划开了黑暗 跳脱而出 死吧 紫发天魔顺身呈人形 以地道凝练一座魔塔 照住了叶晨 疯我 叶晨一鹤铿枪 一拳打出窝口 再次腾身而出 一掌灵天带下 破 还是地道的血光 紫发天魔天地 又被打成一滩血泥 可那血泥之中 却有魔性的幽光闪烁 致使血泥如动 又一次地重塑出人形 很好 叶晨话语平淡 第二掌落下 方才重塑的紫发天魔 又呈血泥 破 破 其后画面 就格外养眼了 天魔一次次重塑 却一次次被叶晨打灭 有准荒地守护之光也没用了 莫说起身 连重塑的机会都没 啊 又是丝毫 不甘也愤怒 巅峰天地的威严 荡然无存 如 还不灭 叶晨最后一掌落下 将天地之躯 生生打灭成灰 救无 天魔腿脚到麻溜 肉身崩灭的顺身 便顿出了元神 逃往北方 嗡 叶晨以永恒画了一杆绽毛 隔着虚无抛了出去 破 还在顿走的天魔元神 被一毛钉在了苍穹 任他如何挣扎 也难挣脱 反被绽毛上的永恒杀鸡 一寸寸碾灭成灰 已再不能重塑 不 不不 紫发天魔哀嚎 扭曲的元神 满目的惊恐 真正望见了死亡 一路 走好 叶晨踏天而过 看都未看天魔 先前天魔的话 也如数归还 身后 天魔便在哀嚎中 身毁神灭 走着走着 叶晨便消失了 在现身 已是太古路的北方 当场 便有一尊恶魔帝 被他一箭生批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战神行天疲惫一笑 嘴角涌血不断 已被打得没了人形 不远处 红颜也好不到那去 地道的大战 因叶晨的到来 有了一瞬停歇 身在这片天地的外遇至尊 揭露了恐惧之色 叶晨来了 便代表紫发天魔天地被灭了 那可是一尊巅峰尽天地呀 先天自带三种法则 更有准荒地守护之光 被叶晨一个小小大地灭了 这尊小圣体 该有多可怕 让你打我媳妇 让你打我媳妇 叶大队大展神威了 拎着他的永恒仙剑 走一路杀一路 比起紫发天魔 这些个天地 都是小喽啰 同为巅峰 远不是一个级别 行天干渴 未在参战 转身去了南方 看叶大帝黄眼的逼格 显然已无需他帮忙 一人便能横扫了 谁你媳妇 红颜狠狠瞪了一眼 映着红韵的绝带仙严 格外地动人 叶晨未答话 只无情地杀戮 不知何时 此方轰声消散 剩余的外遇至尊 皆被吞灭 与之不分先后 西方大战也落幕了 女帝威震还宇 涂了黑魔恶魔 也捉了三眼圣魔 至于其他的至尊 也并不孤单 已上了黄泉路 非他们不够强 是女帝太可怕 轰 轰隆隆 四方大战 已有三方落幕 只有南方天地 还有轰隆声在响彻 叶晨与女帝 一前一后现身 之后的事 那就不是事了 外遇至尊再翻不起大浪 破 待最后一朵地道血花绽放 这条太古路上的外遇至尊 全部葬灭 与此同时 诸天的大战 也落下了帷幕 入侵诸天的天地 被东荒女帝强势屠戮 临死前满载不甘于怒吼 未灭她 瑶池也有受伤 倩影映着血光 太古路 夜晨寄了混沌顶 唤醒了自封的剑神与剑尊 再无外界威胁 他们能正到成帝了 接下来继续太古路 还需两尊帝帮忙 本章完 第3080章 地道巅峰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轰隆隆 昏暗的太古路 因剑尊与剑神苏醒 顿得乌云密布 云中电闪雷鸣 让天地都站立得威压 轰然呈现 锦雷鸣 便诸天神将心颤 那 是极道地劫的前兆 剑尊与剑神一左一右 仰天看着苍渺 神色不免恍惚 眸中 皆有沧桑色 或者说 在缅怀 争容岁月 在诸天 他们皆为寻到 成帝的机缘 与地位之间 隔着一道天谦 那是一条 无法逾越的鸿沟 如今 来了太古路 正道的机缘到了 两久 两人才收谋 相视一笑 便各自一步登天 剑尊去了东方虚无 剑神则去了西方飘渺 在同一瞬间 开了正道的极道地劫 哄 哄龙龙 雷鸣声更盛 一缕缕交织 成银河瀑布 临天倾泻 在这蔑视之威 他诛杀杜杰者 更地道异象呈现 每一副 都映着末日色彩 战 剑尊与剑神 一鹤铿腔 直入九霄 皆修剑道 皆是极剑道之大成者 皆如一柄盖世神剑 迎着 灭世雷霆逆天而上 以献祭所有寿源 未给自己留后路 这一战 要么神神毁神灭 要么正道成帝 小意思啊 后裔看了一眼 便一屁股坐地上了 雷杰不可怕 可怕的是 后面的法则身 一个剑尊 一个剑神 他们的地结中 多半都有法则身 刑天深吸一口气 也笑着坐下了 盘膝疗伤 地荒的笑 就颇多欣慰了 竹天后辈经验 要有两尊新帝出事 来 张嘴 叶大帝就格外有情调了 又掰开了红颜的嘴 塞了一把疗伤的神药 这都没啥 主要是那动作 太特么粗鲁了 咋看像是在喂猪 滚 红颜狠狠等了一眼 美眸冒火 一脚当场踹翻 女人嘛 太彪悍了不好 叶尘不以为然 若无其事地 拍打着身上的尘土 破 破 劫中血光刺目 剑神与剑尊 齐齐叠血 被雷电劈下苍苗 璀璨的先驱 皆以血骨淋漓 毁天灭地的几道雷霆 比想象中还要可怕 这么多老辈 就看好他俩 叶尘笑道 口上说着 手却不老实 一条手臂已搭在了 女帝浴肩上 那动作毫无违和感 没把女帝当女的 倒更像他的好哥们 女帝侧眸 不言也不语 就那般看着叶尘 这眼神 看得叶大的心里发毛 且浑身上下都凉嗖嗖的 太古路 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叶尘深吸一口气 一语意味深长 麻溜地收了手 红颜发飙他不怕 但天庭女帝若发飙 会出人命的 这娘们儿不是一般的能打 至此 女帝才收谋 怎么说嘞 若某人再手见 她不介意将其打回娘胎 叶尘善笑 保持了安全距离 不远处的后翼与行天 看得就唏嘘咋舌了 这也就是叶大帝 若换作他俩 若将手臂搭在女帝的肩头 此刻多半已在喝梦泼汤了 两人看叶尘的眼神 是敬畏的 古今多少人才 叶尘当时 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古天庭女帝是何等存在 她的轮回身 你都敢泡 泡的还是俩 其他啥个传说神话 都不及一个楚宣楚临来的实在 这事儿 能吹到地老天荒的 这锅 我不背 叶尘处得板板整整 虽未言语 可那神态 却很好地昭示了这句话 当年不安逝世 谁晓得那是女帝的轮回身 也没人与她说过 所以说 情缘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她知心语 女帝似能读得到 看她的眼神 已有火苗绽放 叶尘被看得浑身不自然 转身走开了 走出一两步 便折返了回来 将天魔意识体 塞给了女帝 女帝结果 当场与掌心中分解 天魔意识体 在哀嚎中葬灭 仅有一丝光 被女帝吸入了体内 轰 轰隆隆 东方两方的 急到地劫 愈发强横 更多雷电倾泻 各色的街友 地劫的波动 还是颇为浩大的 整条太古路 都因其晃动 某种余威 还传到了诸天 这年头 正到都成双成对啊 明帝揣着手 看着苍秒唏嘘不已 先前是地荒与红颜 如今又来俩 就是不知 是那两个人才 或许是志强老辈 也或许是小辈 他年 会有更多 到族履了胡须 太古路颇神奇 是一个地造神话的好地方 轰 轰隆隆 急到地劫下 漫天雷霆肆虐 东西两方皆已被笼罩 俺啥时能成地啊 小元皇骚了骚猴毛 早已是准地领域最巅峰 却并无机缘 你说 他俩正道 用啥个地号来 贱帝 别闹 颇多老家伙又扎堆 叽叽歪歪没完 不少老家伙 对贱帝这个道号 还是情有独钟的 管他邪不邪音 反正就是叫着贼顺口 并非所有人 都如他们这般不正经 如混沌体 如圣皇 如轩辕弟子 谋光更多的是深邃 在某几个瞬间 都已触及地道屏障 需更多岁月沉淀道员 必能正道成地 这边 叶晨已盘膝坐下 早已是中阶大地的他 也到了平井 触到了巅峰地的屏障 以现实来算 他城中接地至今 不过百年 但 若算上虚妄中的岁月 已有几千年了 到蜕变了 他也涅槃了 对永恒参悟的更深 当为进阶的机缘 如今 时机已成熟了 哇 他地区青颤 有金色光运蔓延 据他较劲的红颜 都被撞得倒退半步 连他都如此 更莫说那些走出大顶的神将们 皆已被震翻 若说逼格最晃眼的 还是他 人王身形狼狈 唏嘘 折舌不已 进阶速度 如开了神级卦 虚妄中的岁月 可不是虚度的 龙也捋了胡须 连永恒都误得出 可不是一般的地能做到的 尴尬 后裔与行天 皆干壳 都说长江后 浪推前浪 如今一瞧 果是一代 更比一代浪啊 对叶尘 他们已非欣慰 而是亥然了 后生可畏 他们是追不上了 包括地荒与红颜 也都是这样的心境 他走的一条逆天的路 开创仙河 也缔造了太多不朽的传说 比起他们 天庭女帝就淡定多了 按他来算 叶尘进阶的速度 还是慢了 许是对叶大帝的期望太高 才会用普通人的标准去夺策 只因 他肩负着常人难以肩负的使命 他需在最短的时间内 尽快成长起来 以应对万古变数 翁 翁 夜沉地区还在颤 那声音 便如红中翁颤 颇震占人心 更多光欲蔓延 乃至方圆万丈之内 除天庭女帝之外 都没人能站稳的 他的光辉 的确黄眼 看那永恒的光 让人神色迷离 四隐若现 永恒长存 将不朽的力量 一次次刻入体内 是法则亦是道则 龙木那等璀璨光辉之下 更衬的他 如一尊神明 那尊帝道圣体区 便是由永恒融住的 夜沉 再难追上你的脚步了 混沌体南南 轩辕弟子 东周五王 日月神子 陈毅 等等很多的人 都有同样的心境 曾与夜沉其间 如今 对他只剩仰望了 都是把兄弟 差别咋这般大嘞 魁牛年不拉几的 连小圆黄那货 也耸拉着脑袋 咱还能说啥 老家伙们的神情 就更为那啥了 怎一个汗颜了得 漠然 地道天鹰响起 天鹰出自夜沉 浩瀚而飘渺 磅礴而幽远 满载道运 伴着地道异象 交织成了一片美妙的仙曲 迎着永恒的色彩 莫说诸天神将 就连行天和后裔 都觉心神徜徉 有那么己顺 还偶有顿武 路虽不同 殊途同归 天庭女帝倾笑 夜沉的永恒 与她的永恒 并不相同 夜沉投机取巧也好 另辟蹊径也罢 他们 皆有一个相同的终点 永恒不朽 不 冥冥中似有这么一道声响 也只夜沉听得见 突破了 她进阶到了大地巅峰 而后 便见一道永恒的仙光 自她天灵盖冲天而去 将浩渺虚无 都戳出了个大窟窿 永恒的异象 演出了万物 有极道地气垂落 好强 行天一生青南 难掩忌惮之色 如今的夜沉 一掌便能镇压她 后裔摇头失笑 也只有仰看的份 朱天的神将 神色迷离 该是很庆幸 见证了 那永恒的遗顺 夜沉并未醒来 依旧静若磐石 她之心神 并不在现实 正与永恒徜徉 进阶了巅峰 对道的感悟更深 也更觉大道的浩瀚飘渺 道无止境 她还是一只小虾米 这感觉 贼好 混沌鼎黑黑直笑 上蹿下跳的 还有混沌火与混沌雷 也足够的活跃 主人逆天进阶 他们也得造化 也被赋予了一种永恒的光 一人得到 鸡犬升天 明觉摸了下巴 摸得吐了这么一句话 看夜晨不爽 看混沌鼎他们也不爽 有事没事便吓唬他们 常年在鼎中 没少被恐吓 都老实实的 俺们脾气不怎么好 说来便来 混沌鼎那货 外加混沌雷与混沌火 大呼小叫得没完没了 俨然一副大哥大的派头 听得诸天神将一阵脸黑 也听得邢天语后裔摇头失笑 主人是个人才 他的本命气 也极其优秀 本章完 保持颅 therapy 有事实的 钢磅 太重了 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ắng